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晚上的正訊微信起舞 我是今晚主持人楊佳明 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在那邊 就是要講有關課綱跟歷史教育的問題 那課綱的運動大約在前一陣子 我們有佔領過高中心部佔領過教育 那後來現在就是要排學了 然後暫時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討論 但是呢這個事情還要很多是在討論的地方 那所以我今天晚上幫你講一場活動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一位我先介紹一下獎子 第一位是金世奇教授 泡妖 金老師他是在政地大學歷史系 那他在很多年就開始關注我們高中的歷史教育的問題 那在這一次的運動過程當中 他也接受過媒體的一些訪談 就表達過一些看法 那我想今天他會比較完整的說明 他怎麼對這件事情的認識跟想法 那另一位是莊老師 泰山高中 抱歉 這幾位老師 你看看高中的歷史老師 大家 他也是第一位 歷史教師生跟大學的成員 那這個聯盟在這一次的運動裡面也有什麼參與這樣 那我現在就先把時間交給詹老師 好 大家好 我是泰山高中歷史科的鄭淇雅老師 那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我想說我們就用比較輕鬆一點的方式來談這些東西 就是說先談 我想可能要謝謝哲學系 就是我們從來不知道就是說 我們沒辦法講文學院講文史哲 好像會把哲學畫在後面 可是沒有想到就是這次哲學系的老師 他可以帶給我們社會如此龐大的動能 那也包含就是今天的活動 也是哲學飛行記錄 那這個東西談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是說談到所謂一個中國的課桿 就是關於台灣史的部分 我想我們也討論了非常透徹 好 那台灣史的書選完了 接下來你要選的是中國史的書 這書必須回應大約的問題是 為什麼我們要花1.5個學期 就是高中間有1.5個學期 他要學習中國史 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從就是一個比較歷史 我們講歷徒 有科普 那也許有歷徒這樣 比較歷史的普及的書 有一個復解系列的書 他翻譯了那個日本學者 宏奇士兵來講的話 我這邊就把它稍微做一些變化 就是說 不光是台灣 不管是學生 或者是你的研究也好 中原學院最起碼有兩個研究所 是以中國為主題在進行研究的 好 那 研究中國的目的大於是什麼 如果說就一個日本學者 或者就一個美國學者 就日本學者好了 他們怎麼談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看一下 就土地面積而言的話 中國跟台灣大概差了多少倍 中國的土地面積是台灣的大概226倍 那從世界人口來看的話 每五個人有一個人是中國人 那另外一個對我們而言 其實是相當相當嚴肅的問題 就是不管你的認同是什麼 我們必須面對到一件事情 是有一個強國 或者是所謂的祖國 或者是我們用最中心的字眼 中國崛起 而這個中國崛起 它不僅僅在台灣 它甚至對於日本 對於東南亞也造成相當大的一個震撼和震動 好那面對這樣一個中國的學期 你台灣如何自主 就是你必須會應該問 你如果台灣不管你是說 他是坐落在東亞的一個島嶼 還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嶼 就是你如何去屬於這個問題 你如何跟中國打交道 你如何跟美國打交道 你如何跟世界各國去打交道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尤其中國對我們也相當的重要 那再來就必須回到就是說 作為歷史科 我們怎麼去了解它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問題 在座的都是高中同學對不對 你高一的時候 第一個禮拜上幾堂歷史課 兩堂 2.5 2.5 就是如果你還有其他的配課的話 也許2.5 兩堂到2.5 那到了高二的話 你要選組 選組之後 你可能變三堂 變四堂 然後你課當然是稍微再多一點點 可是終究 終究你必須認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 同學剛考完背後對不對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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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 其實只佔三分之一 那我自己在當時候 因為我是歷史老師 當然就是監考我也要去監考 我就剛好監考社會科 於是同學在寫社會科 我也在寫社會科 有啦我還是在監考 那你寫完之後 你才會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天啊 怎麼居然讓我們的學生 要必須存在如此龐大的知識量 因為我沒有說我是歷史老師 所以我只寫歷史科 不過人家是深刻感受到 學生寫社會科的困境是什麼 所以我把公民跟地理寫完了 那不寫不談地理 因為地理我看不懂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發現公民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可能我們對於公民的意識 比如說很多時候是比較缺乏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沒辦法做正確的解答 那如果歷史考不好的話 那我應該就要寫回去洗洗碗 好那這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我們的高中的教育 我只是整體而言 不光是歷史科 不光是社會科 甚至是整個高中的教育而言 我們讓學生存在了過度龐大的知識量 過度龐大的知識量 這會造成一個問題 這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每一個學生 他都要學如此龐大的知識 而每一個老師 尤其是應該像社會科 雖然我們教社會中有六堂課 可是三分之一浮下來 你就兩堂課而已 你要遭遇到的問題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在這兩堂課你必須彈塞很多的東西進去 最後我為了要追求那個量的結果 為了感客追求量的結果 我給了很多可能是很片面性的知識 那個片面性的知識 對同學而言 其實幫助相當的有限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由於它非常的片面 所以變得是你認識的歷史 其實也相當的刻板 而忽略了 而忽略了 社會科一個很大的目的是 你身處在人類社會 你必須對這些議題的事情有效的詮辯 我剛 我在來這邊之前我還是上課 我剛把那個一次大戰上完 然後我在上戰監期 我問了同學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基本上 國中程度的學生就可以回答 問他們說一次大戰跟二次大戰的戰勝 我是誰 我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一個歷史海洋非常好的學生 他可以馬上不假思索的回答我是哪些國家 可是這不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我們能不能對這個問題做一個 做一個比較再深刻一點的思辨 就是打完一場戰爭 真的有人是戰勝的人嗎 會不會其實打完一場戰爭之後 沒有人是勝利者 就是我們能不能在這個課堂上做這樣的思辨 可是當我們做這個思辨的時候 意味著我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 這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我可能是必須會占掉其他的時間 因為我們教的太多 我們教的太多 我們有1.5的學期的時間 然後我們要把整個 就是所謂的浩瀚的千年文化 把它交完的情況下就是 最後學生學到了很多是很片面的知識 然後那個思辨就不見了 我指的思辨可能是 當你讀完歷史之後 你能不能對 李德輝最近的發言有一些看法 或是你能不能對最近的 中國在進行的九三的閱兵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個所謂的 十四年抗戰這樣一個史觀 你能不能有一些思考 不能有一些思辨 我想這個東西可能會是 就是未來的歷史教育 我們更希望看到的 更希望看到的 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想我們要把 麥克風老師交給我們的老師 來 金老師 大家好 我今天來之前 我女兒跟太太說 我可不可以來 我問我 他們可不可以來 然後我跟他們講說 你知道爸爸講話的風格 然後他們就很快的知趣 就說好 那我們不要去 那麼 很感謝大家的 那麼 我剛剛現在這個 來現場的朋友們 做自我介紹 也聽到了一些這個期待 我希望 我盡我的力 希望能夠 讓大家對這個問前輩的人了解 那當然 這個我報告完以後 也要歡迎大家指教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要做報告裡面 好 說一下 今天的報告大綱分證四點 所以我會講 開場白 為什麼我們會來 另外問題 有哪些 可能怎麼做 最後呢 我對今天的報告 就有點小的總結 給大家一點建議 開場白 我們今天在這裡是為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是為什麼 剛剛聽到 然後大概知道了一些 大概知道大家為什麼 那我過去呢 很少參與這個 論壇 公共論壇的活動 也很少在街頭上見 參與活動 基本上就是災難 然後我的歷史呢 也壓壓路 那麼 還有好多這個論文的工作 該做 所以我就跑來這裡 爛魚沖樹 我們學的 中國死的人裡面 其實有好多好手 他們應該來 我來爛魚沖樹 不會的是 好 簡單的講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將近是七百萬 這我個人的觀點 你們可以不同意 我認為這七百萬人 因為過去受這個黨國洗鬧 洗得很好 所以一再的讓自己受到往復 才會進來 選了一個 層次不足 該自己的歷史 來找我們自己的麻煩 我們今天做了好多的事情 就是刻鋼的爭議 本來可以 不成爭議的 可是我們卻要浪費 大量的資源和能力 離開我們原來的位置 來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政府的錯誤是有關的 身為公民的我們 就不得不被迫 再出來做點檢討 這個檢討 不應該是就個案 應該有長期的自負性的 做點檢討 我們不希望這種事情 再重複的發生 在台灣內地上 再重複的發生 所以應該出來講點話 不過在這裡 我不是來發洩不滿情緒的 沒有那麼多不滿情緒 我來只是嘗試做 以免負責的公民 所以我就就我對中學的歷史教學 和答案分析兩個方面 來一起觀察和建議 請大家討論 進入執政 第一個我想談我們碰到的問題 第二個 可能有哪些處理問題的原則 我們對問題很具體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處理問題之前 可能要先考慮一下 怎麼樣處理問題的原則 然後至於具體的怎麼解決 我想需要處理公益 大家要一起討論 先看問題在哪裡 很快的講 對不起 我先說明一下 究竟這段時候 我的手機裡面的套裝會小 提醒我要閉嘴 所以如果嚇到大家 請擔擔 歷史各樣的內容爭議 基本上 從我們個人的觀感來看 基本上是 執政者缺乏見識 卻一意故行 基本上他對歷史沒有了解 我說他就這麼好很久 他也喜歡製作主張 教密當局又不把行政程序學術專業當回事 現在基本上 顧世華就是在聽馬英九的 因為如果他不聽馬英九 他不會去教育部長 所以你可以想清楚這件事 不過在這個時候 零零總統的正義後頭 其實也反映了好多問題 比如說 課綱的角色是什麼 課綱有沒有必要存在 那麼 如果有課綱 我們怎麼處理課綱 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說 更深一層的我們要問 歷史教育在公民教育裡面 他的定位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看歷史教育 是當了欺樂呢 還是說當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公民教育的內容是嗎 這我們可以考慮 所以在這裡 我先把目前我看到的問題 分成四個 四個 四個方面 分成實在的理解 第一個我們講的 眼前的問題 就是唯一條課綱的內容問題 第二個形成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主政者 滅其的行政程序 跟專業的問題 第三個是課綱的定位跟存備問題 我想這就是說 我們反課綱的活動內部 開始有一些意見 覺得課綱可能要廢掉比較好 有的人認為說 對課教寫的柔性一點比較好 我個人對這兩本理解 我覺得他們都有理由 可是呢 我有點保留 所以我等一下會提我自己再看 第四個就是歷史教學 是為了未來還是過去打算的 然後我們先看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 最後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們可以還不可能做這件事 那維條課綱的內容問題哪些呢 對不起 好 維條課綱的內容問題 那根據官方的說法 維條版的歷史課綱 它有一個好大的這個 我們加了括號 它叫維條 實際上它不是維條 它很大的 它這個維條呢 有不少老師把它 把那個維字呢 改成危險的維 或者違背的維 那都對 但是就是這個違不對 因為它呢 是符合憲法的課綱 他們強調這一點 翻譚白話文 我可以說了 它是外號課綱 大早開的課綱 老人懷舊課綱 一個鐘頭課綱 去在地話的課綱 去把他認識主體的課綱 它基本上就不是意思課綱 那正常的維條應該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吧 正常的維條應該是 措置看護內容補證 那叫維條 這次這個維條版的課綱裡面 它牽頭也想 我們這個修正的原則是什麼 措置看護內容補證 這OK的 大家吃這個燒鹽條 用不掉芝麻的 所以你課綱裡面 融合會有一些措置 會有一些文藝不完整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措置看護內容補證 這是對學生對老師 寄責任的一種做法 都沒問題的 但不是什麼符合憲法 何況我們現在的憲法 只不三不四的 那為什麼說它是外行課維呢 我大概一個一個講 維條課維的這個操刀者 或淫捕者其實對歷史相當外行 可以從不少的說明中 看到他們對1930年代以後 比如說1930年代 居今80年 他們基本上對1930年代以來 都發展什麼了解 東兩地具的歷史學和歷史學 方法論的一些基本認識 或新發展是蠻陌生的 我舉一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中國史的課綱 它在中國史的部分 分成六個單元 課綱是這樣寫的 歷史課綱是比較繁索的 它分成單元、主題、重點、說明 四個層 你們去想一個樹枝狀的架構 它的第一個單元、第一個主題 第一個重點、第一個說明的錯 那怎麼講呢 這我把劉文照抄 簡介史前考古重要成果與文明成就 並舉例說明古籍記載的傳說 與考古及人類學的相互對應之處 那特別介紹下台二里頭文化的重要性 這哪裡外行呢 告訴你 這哪裡外行 第一個 傳說、考古跟人類學 要加個括號 叫做研究成果 你回去看他們研究成果 人類學就可以用了 不是一塊腿板上的東西 它不是同一個城市的東西 我現在問在座的朋友們 你們覺得如果要談歷史 傳說比較可靠還是考古 資料比較可靠 對嘛 它就石空教授 你們都知道嘛 所以它怎麼可以用相互對應這四個字呢 這樣明白我意思嗎 人類學的研究它的基礎是什麼 當代的社會嘛 出名社會嘛 以前我們會叫部落社會嘛 你拿一個當代的社會的研究成果 去應用到古代去 還把它當證據 所以它可以相互對應 這對不對呢 開始就錯了嘛 第二個 下代呢 到目前為止是傳說 我請那個課綱的編修者 他給我提立的證據說 首先呢跟下代有關的 考古出土的文字資料有 有的話還蠻提列出來 提列不出來 你不能說它是下代啊 事實上 參與二里頭文化 發掘工作的考古會隊長 許鴻先生 大概在2004年前後 到政大去做個課作 論過他嘛 二里頭文化可不可以說是下文化 欸不行 沒有文字資料去證明 你看啊 你的課綱不寫 下代二里頭文化 你們有聽過龍塞文化嗎 聽過揚曹文化 聽過嗎 你可以隨便給他一個歷史上的名字 叫他樂文化、無文化、靜文化 不可以啊 還有那個很有名的那個什麼 青銅器的三星對文化 有人說那個叫蜀文化 就巴蜀文化 那個學界都很保留的 那覺得說那個撈過劍不能這樣命名的 一般來講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式 就是當地的最小行政區的名字 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有什麼 十三號文化 對不對 那個大文坑文化對不對 長斌文化等等 都這樣命名的 你沒有文字資料可以證明他是下 你就不可以說他是下代 就他直接就叫下代惡理同化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說 這樣的做法 就像是看到月光的人 說他是中國人一樣 無理同啊 這不叫惡理同 你知道嗎 再來 他是這個大達會的將綱 怎麼說呢 就是沒有系統性啊 簡單講 微調者的一廂情人 把他們認為屬於中國歷史的東西 都放進了課綱 那希望那學習者呢 買考慈都是中國 那不做他想 但從歷史教學的觀點來看 他的內容非常龐雜之慢 不成系統 那沒有辦法 協助這個同學呢 去養成這個歷史思維的能力 其實這一點 你也可以看出來他外行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重點 你知道嗎 了解我意思嗎 好 舉例子講 我就給我舉個具體的例子講 這個呢 好 剛剛那個很有趣的 這這麼巧 他叫做第二單元 第二主題 第二重點 第二項說明 剛剛呢 是第一單元 第一個主題 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說明 他說哲立介紹中央傳統節日 如過年 端 登節 端 講這些生活娛樂 節慶 跟生活娛樂 類似的說明 再一次出現 類似的主題 再一次出現 來到第三單元 這個是講什麼時候呢 第二單元是講秦漢 第三單元講到什麼呢 講到宋元 未經南北朝水堂沒有 明星也不見了 這是隨性的做 這樣了解我意思 理論上 如果你要談這個科技的話 不是不能談 那很複雜的啦 可是呢 他就這裡一點 那裡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它 缺乏系統系 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科科兼兵者 為什麼要在教育書中 踩入這類的說明 因為為什麼僅在這兩個單元 有一些琢磨 後的系統系考慮是什麼 跟歷史教育的觀點是什麼 我前兩天才想到 我到高雄才還沒想到 我前兩天想到 我回來的時候還想到 我1980年代初期的時候 我在當兵的時候 軍中的舉光日教學 就有這個東西 誰在教他 李彥秋在教啊 找個那個林亨道老先生 就是那個 好像台東民家吧 白東民家的大人 出來講 那叫民俗學 那不叫歷史學 那是在浪費我的時間的東西 簡單來說 在公民歷史教育中 我們搞不清楚 把歷史上的重要傳統節日 生活娛樂 放進來的問題意思是什麼 是為了創造連野 兩岸都是一家人 或者習大大 馬比哥選同學 的這種老吊涯 都出認同嗎 不是學這個 現在的歷史學已經不是學這個東西了 那再來呢 我講說 為什麼他這老人懷舊課綱呢 我說 他們裡面講的一些東西 都是80年級的老東西 他完全忽略了這80年來 史學界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那一定要硬塞入他的那套想像中 那好多東西是一些80年前 你想想80年前的中國的處境 他是內有外貌很多嘛 所以那時候來談到中國人 就好多感情嘛 所以那個把歷史跟想像不分了嘛 他做出一些歷史的描述 實際上是他心中的憧憬啊 他希望那個中國是個文字的政府 舉例子講 第二個單元的第二個主題的第一個重點 第二項他講什麼 我們說明 漢武帝時代文字政府的形成與武學的發展 還有數級的陰陽五行之學 這三個號是怎麼湊在一塊我還想不懂 那這個說法呢 假的漢武帝是文字政府 這個說法是1930年代的前幕 這個具體的書呢 應該就是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書名 大概是1937年寫出來的 但近80年的研究成果 早就不是這樣看的 我相信多數的高中老師 甚至是國中歷史老師都瞭解 沒那麼簡單 漢武帝如果是文字政府 他為什麼要被稱作漢武帝呢 這是常識問題好不好 那然而都80好幾年了 那個微調克剛的編修者 卻依然暴產首缺 他非常建議文字的東西 你可以看他們對這個粉絲太平 有多麼在乎 對歷史事實呢 卻絲毫不尊重 這是我們這個學歷史的 為什麼這次要跳出來講的編故 我跟你講 中國歷史的台灣的學者 其實非常保守的啦 他們不願意拋頭露面的 你要那個記者訪問他 他最好是把直接手辦按出正機 我剛出來講話的時候也是這樣 回去呢 很難過很掙扎的 所以記得引述的錯誤了 非常難過的時候 回去後我還要跟太太 女兒交代說 爸爸沒有那樣講話 為什麼要跳出來 原因就是你受不了 你知道嗎 你看就是說 真的已經說瞎話了 那微調克剛呢 為什麼又說他是一個中國克剛 特剛明言要依據 為符合憲法的原則來圓一條 但他要面的問題是說 他有建議的憲法條文 就那治權跟主權的那個問題 其實1990年以前的那種概念 那種精神 大法官解釋出現以前的舊條文 所以你符合到底是哪個憲法 是現在憲法嗎 莫名公現在的憲法嗎 這都成問題了 那比如說 我們也要搞清楚 歷史教學跟憲法之間的關係 其實要搞清楚了 那我在這裡舉這個中文院的法律所 的方法院教授他講 他說立憲主義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是什麼 是要透過憲法 來限制政府的權利 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是不允許政府 假約憲法之名 來侵害人民表義自由的事 書寫教科書 是表義自由的一部分 你怎麼可以拿這個憲法 來做一個框架 限制它 追求真實 歷史我們是追求真相 跟法官是一樣的 是要追求真相的 那你拿個憲法弄出來 我們怎麼寫歷史 而且憲法其實是人為的 我們是可以去修改它的 那今晚問題重重 可是微調者 還是執意蠻幹 制法為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商務 以中國史的課綱來講 微調版 嘗試虛構哪些東西 第一個 他就是拿這個皇朝 或者王朝為中心 不過理 他認為古代的政府 是一個講究禮教的 所以所有的外邦 他都是用懷柔的方法對付他們 你只是去看歷史 不是啦 打得血淋淋的 我都簡單講 中華帝國會有今天局面 如果不是靠暴力 不會這樣子 有時候我敢化你 你慢慢被敢化了 你會不會被敢化呢 你看 我們看中國要不要敢化我們 他不要用武力鬥和我們 他來敢化我們 你看他會不會這樣做 哪天他說這個 你們如果搞台獨的話 到現在還沒放棄嗎 就是說 沒有同意說 我不用武力犯牌 第二個呢 他重陽是統一盛世 秦翰隨堂是他很喜歡講的 其實我小時候也是這樣子 我爸爸送我一本 那個中國歷代地圖集嘛 我每一次看到那個 看到那個 全部之後就好開心 你知道嗎 你拉開那個地圖 好大一張 那都是我們的 那個小色的香蕉 可是現在長大 我們有些轉變嘛 我們回頭會想 你上長城去看 你去讚歹那個秦 秦帝國的偉大的時候 你會想 在這邊築城的老百姓多可憐 那些罪犯來這邊築城的時候 他來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想過 回不去了 你腦袋 你會開始想別的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 所以你特別會去想 人民怎麼辦 第三個呢 在地人群的被統治之間是沒有受到注意的 你說蠻有容疑就是蠻有容疑 他們就是挨打的對象 打過他們就跟他們和談 叫做和親 對不對 打過他們就叫征服他們 他們這個收服了 對收服了 會不會不了解他們 那身頭小平的歷史 好像也沒有受到注目 這個是 這是過去的這個 不是過去 現在的微調各樣的特色 那第四個呢 中華帝國內外的這個 意識性的程度 一直不提 我們跟匈奴的關係 永遠都是戰跟和 我們跟途爵的關係 永遠只是戰跟和 好不容易有一個張堅通西語 就是宣揚大漢神威 對不對 然後講大韓國 就說他們有儒學 講到日本呢 就是他們被害的話 就是你最大的對不對 這個人就是 這個人旅行的時候 就出門都一直戴著鏡子 看來看去都看自己 最美的風景是人吧 那個人就是自己 第五 晚新的時候 到這二戰結束前 那他有強調的 列強衝擊跟中國回應的理解方式 繼續行錯的 強化 行錯和強化 對中國作為受害者的勾足記 在座的 朋友們當中 應該有好多人以前看過 那個李小龍的金舞門吧 對不對 那金舞門裡面呢 最精彩的一幕就是說 他把那個 東亞病夫那個 那個扁額 日本人送給他扁額 拿拆下來 把那個紙握 塞到那個 日本人嘴裡對不對 你們了解 東亞病夫 根據我的同事的研究 當然最初是處於人家形容土耳其 可是後來中國人發現說 這個詞好好用啊 就把它借過來 大家發揮 然後說你看我們是受害者 所以他不斷用這個受害者的形象去動員 動員這個國內的群眾 然後讓他們忽視國內的問題 然後移植對外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他變成一個佛號 一個虛假的佛號 那我們的這個晚清到二戰結束前的歷史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看這段歷史也非常難過 你看 我從蒙古這個統治歐亞大陸 掉到這個十九世紀末期 對不對 鴉片戰爭以後 到這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歷史 我想多數人跟我們有類似的經驗 那痛不堪對不對 痛不堪 不完全是因為背不起來的 因為還那麼細節 那另外一個就是感情上好像受創傷的 那這個就是這種歷史書寫造成效果 那我們現在這個總統 現在還在為了光復 康爾寶廖這段粗糙的長時間大佬最後 他就在動員語 他有忽略 他有忽略 為什麼他拿九點二嗎 第六 戰後呢就特別強調這兩岸分治 說明我共內戰政府遷臺後 我國領土依憲法能為故有之家 而為治權不給予 這是課綱內容 課綱的內容 特別加上兩岸分治這個重點 要你說明這些東西 要你說明這些東西 那我要說的是 這大概是1990年以前中華民國憲法的概念 恐怕不是我們理解台湾歷史事實的一個重要基礎 我沒有同學從蒙古共和國到政大來上課 我要見到他沒有說 歡迎回非祖國 我要這樣做嗎 我要不要這樣做 我要不要這樣做 我是不是要按照這樣的一個說法 做鑰匙上 好 底下我們來看 為什麼他是去在地化的課綱 去在地化的意思是 我們學習的歷史跟我們的在地生活界 脫了鉤 而且我們不是觀看 判斷我們自身歷史的主體 是別人灌輸我們某些歷史記憶的受體 維條課綱的認知就是這樣 他的書寫主要就是從同時階層的觀點出發了 他著動的主要是上層階級的動態 比較少武力在地的當事人或弱勢者被同志者的觀點 去批判的審視歷史 我們現在作為這個二十一世紀的民主社會的成員 特別是做公民 我們審視歷史的那個態度應該是批判的 也不是照單全收的 然後應該講究的是 我們站在這個歷史的位置上面 我們怎麼去看 這個觀點衍生的這個壞影響也有兩方面 第一個就是在台灣史的部分 這個大家講了很多 就是去台灣話 談到台灣歷史就有漢人的成功 成就 基本上其他人都不算了 那我們講一個 對原住民 基本上就變成說 好像一個文明化的歷史 你講原住民的歷史 就變成一個文明化的歷史 當然還有更多部分是被忽略的 比如說現在我們在台灣已經有五十萬人口的印尼新住民 這完全沒有被提到 他們對我們台灣社會有很多貢獻 像幾年前新一縣的檢驗還在做的時候 我每天經過那個地方 我帶著我女兒上學 我們就看到一些很少 一些戴著愛情的帽的一些先生們從地下爬出來 到台灣來很多人 他們對台灣有很多的貢獻 他跟我們的歷史沒有談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在中國史的方面也是取賽體化的 他比較強調就是 台灣跟中國在政治上的不可能和關係 所以我有點建議 在兩漢相權取其親的情況底下 建議高童老師在選書的時候 仍然選問題相對較少的 就擺地的一克剛 所以教科書不要選那個104的 會後悔 我相信多數高童老師都是受過歷史訓練的 所以他不會按照104的課本這樣去教 我知道他們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可能很懂得變通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表個態 對104的課本表演 告訴政府你做錯了 重要的就是這樣 政府做錯的時候 如果你們不吭聲的話 你們就容許他 就是默許他了 那這個不是民主社會的公民應該做的事 我會看到是這樣 當然這個主政的面器程序跟專業的問題 我想大家談很多 如果我可以越過的話 我們就越過了 我簡單講就是行政程序 稍微做過一點行政的人 留一點行政經驗的人 應該就很熟悉 什麼叫有法依法無法人力 你不按程序辦事的話 老是這個天氣行事 他的話語數字都會造成行政紀律當善 那行政系統會崩潔 而且在裡面工作的人也很痛苦 你看那個國教署的那個吳青山署長 對不對 他被逼急的時候 就做我原 不是我願意的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口飯很了解 他是人 你讓他在這種結構裡生活 他就沒辦法不這樣 其實我很同情他 這樣了解我意思 我不會特別的罵他 你這個沒骨氣的傢伙 我不會這樣罵他 或者說結構如果是這樣的 他難不這樣做 所以為了富貴 他可能可以蒙著良心死壞 像這樣 所以那個結構要把它給搞清楚 換句話說 那個行政程序是很重要的 你要有法依法無法人力 該怎麼做的怎麼樣做 讓人的尊嚴能夠維持住 那我們如果以拿過去的2008年以前的柯剛 從研究小組 開後發會到省議會 他的檢核外政 原來都是有一套公開的管理和程序的 他的目的就在保障 那個柯剛的公益性 那柯剛呢 將來是要依據柯剛製作 教科書的 教科書呢 是要讓下一代有一個對過去的老老實實實實實在在的了解的 所以我們說他有公益性 他有了這個實實在在的真實的了解 他才能夠對未來做出一個比較接近正確的判斷 我們說他有這個公益性 所以他希望能夠照顧到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專業屬性的人群 還有不同地區的人群的人群 還有這個教科書使用者的權益 這是應該做的嘛 你不能悶起頭來幹 搞黑箱 今天不了 這就是為什麼 在百黑箱的柯剛活動裡面 大家不斷強調 承取政治重要性的一個意義 這跟去年這個308 我現在在座的多數大家都對308有印象 反黑箱符貌 民主社會他慢慢成熟了 他就希望你做什麼事情 都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比如說這個資訊公開法 這個要盡量的 讓那些人看在陽光底下 大家反的是這個政府走回頭路 惡搞破壞民主體制的做法 如果也要放遠的話 就程序問題來講 學者們已經建議了 我們將來要在法治上做一點修正 讓師生、城鄉、不同族群的這些主體觀點 可以受到多一點的考量 也讓學術的專業跟自主受到衷生的尊重 第二個就講到學術專業了 學術專業其實很重要 是讓這個社會能夠更有效力的運作的一種東西嗎 你如果尊重學術專業的話 那我基於對你的專業的認知 那我們就可以 比較有效率的 在具有互信的基礎底下合作 你就不會一天到晚要出來收爛攤子 擦屁股 做這些重複的工作 先講我們的做法就是由外行衝內行 由外行左右跟知識內行 不僅浪費時間精力或其他資源 對社會自發所產生的合作機制 加成效果也會造成負面打擊 這樣的話 你將來會造成長遠來看 它會造成一種壞的文化 那個壞的文化是什麼呢 我們的社會重新回到衝刺 造成狀騙的郎中的江湖里面去 因為它不只在家 所以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安插進來搞這件事情 這會導致一個很壞的文化效果 可是有趣的是 我們現在的教育部長 不覺得那是市民的專業長 所以曾經他說 也不早便有點瞎話 我現在就模式一下他的瞎話 他的瞎話就是說 他把事實的真假問題 當成解釋觀點問題 他常常講 新舊課剛剛就是觀點問題 錯 這就是真假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下文化 那是不是個真假問題 有沒有的問題嗎 這不是觀點問題嗎 裡面有證據 你怎麼可以說他有呢 這樣瞭解釋 這個真假的問題 那漢武帝明明就不是文治政府 那你怎麼說他是文治政府呢 這不是解釋觀點問題 有太多證據可以顯示 這個漢武帝是非常講究暴力的 對不對 所以我查一下 就是說當時大家都在談說 這是一個實況不同的問題 其實說法是正確 對 我現在就是 意思是這樣 第二個呢就是說 他把這個歷史當成半家拉久了 那在座有很多高中老師 高中歷史老師 國中的歷史老師 你們要當這個歷史老師 你們要受過長期的訓練嘛 對不對 學校大學四年 至少大學四年 然後現在還要教程的訓練 我替你們算一下 至少要六年吧 你還要實習等等吧 現在我們那個 吳士華部長 上去不到半年 他就說我們大家一起來寫歷史 他好棒 我們這個寫歷史 可以像半家拉久一樣這樣做 他搞錯了 我想這個是不對的 歷史有他一定的行規 走到哪都是 走到美國也是 走到英國也是 像我們偶爾都要出去開個會 你寫的東西出來 我都想就是說 吳士華可不可以寫一篇 讓我們沾咬一下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做到的 他怎麼做到在半年之內 就變成一個歷史學者 那主導我一樣 跟馬英九 鍾雲鵬跟瓦曉博 我肯定不認為歷史學者是你們的 所以他們明明是歷史外號 就可以大娃娃地對著中學歷史課告 該怎麼處理或公開 或黑箱的下指導期 你們喜歡這樣子 那鄭斗雲教育主管當局 為了政治利益 或者是個人的偏好 染指教育 扭曲歷史 讓對原本追求真相的歷史 知識活動 變成宣傳官方意識形態的工具 短期來開始 他好了我先詮詞 特定團體 你很愛中國 那你看到馬英九 好感動喔 他終於波亂反正了 我們不是在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看的是事實真相嘛 是不是這樣 但長期來看其實是毀了我們 為什麼 簡單講我們不能活在不實在虛幻的自覺裡 會讓我們對未來做出錯誤判斷 那他們現在自以為是啊 因為他有權利啊 他有權利啊 他可以繼續自以為是啊 但自以為是到什麼時候 明年5月19號 那雖然外人覺得他們快樂得像屋裡頭 你知道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反黑箱的課綱活動裡面 大家不斷要求這個教育主管當局 甚至是執政的政府上下人員 應該要尊重選出歷史專員的一個意義 我這樣講 為什麼他們會弄到自己這樣的一個處境 因為歷史學界的人基本上沒有人敢幫他們 你知道嗎 歷史學界的人你去幫他們 當然有 我知道有 而且我知道聚齊的哪些人 但是呢 他不敢大當起誤 他連名都不敢掛 因為他怕走出來以後沒有朋友 大家就千不所指 就是你 你看 接下來呢 我就要談課綱的定位跟存費問題 課綱的問題從操作的實務上看 歷史的面向其實很多啦 層次很複雜 每個環節都要耐心的了解跟處理 但因為克剛設計的方面面很多 所以一吵起來 你看民間跟政府一吵起來 好像就沒完沒了 那很容易讓一些學者 有心要把事情做好的朋友 就感到很挫折 你看搞了半天我們到現在沒成果 一個可能有成果的地方 大家好像有多一點覺醒 民國2014年 就是2015年 是大家意識到 哦!中學年有歷史課的這一年 換句話說 他總還是喚起了社會的注意 可是實質的成果是什麼呢 教育部基本上還是不改 他基本上不會收回錯誤的課綱 甚至他還透過好多的行政手段 把一些中學校長叫來 說來我們替你們做普通教材 你們如果用舊課綱的 那我們把新課綱裡面有的內容給補進去 用這種方法 那特別是一些國立的高中 你看他們通常都必須很乖 為什麼 因為教育部直接控管他們經費啊 用這種我們看不到的行政手段 去做這件事 可是表面上告訴你說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開放兩本版本了 可是事實上後面 不斷的有這種消息告訴我們 其實他們在做另外一套 所以說一套做一套 也因此呢 在反課綱的陣營這一方面 現在也出現了幾種常識檢討的時候 一個就是我們不要課綱 有了課綱就提前的麻煩 那開始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課綱的話 我們就柔性你的課綱 不要死因課綱 首先柔性課綱 死因課綱差別在哪裡 柔性課綱叫建議 死因課綱叫做規範 我這樣描述清楚嗎 你一定得寫 那叫硬課綱 但是我就說 你也許這樣寫寫吧 這叫做軟課綱 這樣叫做軟課綱 有的朋友認為呢 如果課綱不根據專業 變成洗腦工具的話 它還是會變成正腦文體的一個 正腦文體的話 還是會起鎮壓 對歷史教學的穩定性不好 所以伏地抽筋之計就是說 啊 幹嘛不要有課綱 那有的朋友呢 就認為課綱太繁瑣 太硬了 那結果讓課綱呢 一綱多本的精神不見了 所以建議呢 將來課綱的課綱 越柔軟越好 我的想法是說 這都有一些道理 可是呢 我想要考慮到其他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有些保留 那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課綱的存備問題 我不主張廢掉課綱 我不主張廢掉課綱 我們要釐清的是國民教育的目標 受國民教育是國民的基本人權 那課綱基本上是保障這種基本人權的一個下限 你知道這個受教育的人不是只有在 你看我們在座的這些朋友們 基本上你們都是志願比較豐厚的人 我們跟偏鄉的小朋友不一樣 這樣了解就沒錯 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對偏鄉小朋友來講不一定 所以如果有個課綱的話 讓大家有一個基本的基礎 讓大家的受教權能夠有個下限做保障 那提出這個課綱要廢掉這個主張的同時 要考慮到一件事 你把課綱取消以後 你有沒有其他支持系統 讓這些比較弱勢的人 也受到相對比較好的品質教育 所以光是取消課綱 他製造問題不會比取消問題散 另外我覺得課綱應該要保留下來的另外一個優勢 我們腦袋裡面要策略性的考慮 1990年代以後課綱會出現 變成我們可以來 我們多多少少可以來發揮影響力的 課綱可以由我們民間來做的 學者來做的 可以讓他自由的多元的發展 可是我們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國民歷史教育內容要不要有公約數 從兩方面來說要不要有公約數 第一個 我們的轉型正義還沒上落勒 前兩天那個 應該是上個星期五吧 我的一個博士班同學 他現在正在政大開所 他呢去參加坎坷活動 去接環島回來的同學 他在2001年到2008年之間 他很努力地做一間工作 因為他是研究中國經代史 他在追國民黨黨產 那個追了三四年 他就告訴我說追不下去了 沒有資料 為什麼 人家不會提供給你 國民黨就死不給你 這樣聊聊也少 所以我們離這個轉型正義還遠得很 那台灣的歷史變遷 其實也還不大能夠受到充滿討論 你看 你現在去訪問那個什麼白色恐怖的家族 28的家族 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講 很痛苦啊 那個事情很大的一個傷痕 然後你多講一點 人家說你台獨 對不對 像我跑出來講這個課綱 你就是台獨 但是我不會那麼阿克 人家說我是台獨 我就變成那個托一聲 我就覺得你對我是讚美 然後因為我沒有流血沒有流汗 我就可以被稱作台獨貓寶 好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還有學測 指考 這個東西你不能差太大 對不對 不務實 你如果多本的差異太大 大到無法評估這些學習成效 你叫這些學生怎麼辦 他最後還是被迫 要回到一個共同的課章來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 如果沒有課綱的話 在現階段會成為歷史教育上的一個大問題 有到一日 當這個轉型正義的工程上路了 台灣歷史的基本事實 得到充分離心跟認識 我想這些東西就可以討論了 那個時候台灣社會更成熟了 要不要課綱我們就來討論 比如說台多人寫台多人課綱 台北人寫台北人課綱 因為城牆差異慢慢沒有了對不對 如果我們台灣社會 已經發展到那個地步的話 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換句話說 我們是需要一個鋼的 只是我們不需要這個鋼 被政治人物拿來操弄了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它能夠有活潑多元的一個面向 可是我們要留意 課綱的這個繁或簡或鋼或柔的調形 其實有一件事情我就要提醒 其實跟教科書的審定機制是關係比較大的 以前我寫這個教科書 我寫過教科書 因為課綱還不很煩 寫死我吧 為什麼呢 到這個國教院 那個時候叫國立編音館 他們的神力小德 他們就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要改 那個地方要改 那個地方要改 可是我知道你們課綱寫了 然後他們說不夠 本來我只寫兩千字一個節 結果他們給我增加到五千字 然後我到高中裡面去跟老師講的時候 這個字五千字的時候 那個高中老師就說 你們寫那麼多幹嘛 你們不知道我們會教死嗎 然後我們就很無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審定程序其實是對這個教科書 它的這個產生有好大的影響 那我們還要考慮到另外一點 就是這個審定委會 政治人很容易伸手進去 他可以用技術犯規的方式 教你怎麼寫課綱 教你怎麼寫課本 所以課綱定得很漂亮 沒用 這樣明白我的意思 好 我們把它關掉 好可以這麼說 課綱的這個反檢 那它的這個剛柔 其實是個次要的問題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將來一個就是說 你要改這個審定的辦法 調整它 另外一個辦法就是 就是交給這個出版社去自主管理 他們去找人審 用這種制度管理的方式來做 因為不管到哪個正常手上都會一樣 好 這是我的建議 所以總結上面的問題 我就分量沒有合理 第一個就是說 就公平的歷史教學來講 廢製課綱的條件 恐怕還沒成熟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分 另外一個就是說 根據課章書學教會書是自由必要的 重點呢 恐怕要注意這個審定的機制 好 我還有段小時 這個 學歷史呢 學歷史呢 是為了什麼 剛剛有朋友問到這個問題 提到這個問題 一般說來 我們過去談到學歷史 就是學過去嘛 所以我們的眼光通常會晃到過去 像我太太都這樣理解 我太太跟人家介紹 我說 我家這個老公非常喜歡廢墟 喜歡墳墓 和喜歡破毛坑 廢墟跟墳墓你們要好了解 那破毛坑為什麼呢 好像我這個人很髒 不對 所以墳墓跟你們出現了很多 大量的竹簷嘛 漢代的阿彬哥 最後就是用那個 回收了好多遍的那個竹簷 用來寫公文那個竹簷 變得很薄的拿來上廁所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拜他們之次 一看到那個他們的廁所 就開心了 這是一般的印象 就是你學歷史的行程 是在學過去 但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要了解過去 為什麼小學中學裡的同學 要學歷史 他不是為了要滿足歷史學者 一廂情願的知識好奇 像我太太 眼中的我 另外一個呢 他也不是為了這個 協助主政者 全市集團來打造幻覺 實現他們的衝擊 或者是為了某些對文化的殖民者 比如說什麼 抢救什麼 什麼聯盟 那麼來虛構獎項 繼續維修他們的論述霸權 不是這樣 其實在公民教育的層次上面 我的想法是這樣 是為了要認識自己 一己所構成的這個環境 是為了了解現在 是要了解當代 要了解我現在所處的環境 怎麼來的 是為了未來打算 所以從我的觀念來看 我們認識的歷史 雖然是屬於過去的 但我們的動機是當代的 我們選擇什麼樣的課題去討論 其實那是當代的 我們總是跟身邊的問題開始 可是我們的目的是要指向未來 我們要為未來做準備 所以學歷史我們雖然看起來 是學過去的事 可是實際上我們關心的是現在 是未來 我們是希望透過歷史知道 今天的世界怎麼形成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也才有法子去揣渡 未來的世界大概會往哪個方向走 也就是說你對過去的了解 越實在 實實在在的去了解 如實的去了解 就越容易去對未來做判斷 好比說你要去判斷一支股票 將來會漲還是節 你一定不是為了娛樂 才去買股票 所以你希望它去漲 那你需要讀好多的資料 這些資料越真實越好 是不是這樣的 多數的年紀學子 恐怕不是為了老人家想要緬懷 逝去的美好歲月而去讀歷史 像這樣 我覺得我對爸媽就很開明 她就說兒孫子有兒孫子 好開心的爸媽 對不對 對我們所做的事情 一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你只要固定時候繳錢就好 像這樣 所以她不會要求我們去 去福音她們那一套 而是要為了自己將要面對這個抉擇 為了降低風險 勇敢的開創自己的未來 為了提升自己的視野 豐富自己的生活品位來讀歷史 我們是希望這樣的 所以站在這個角度去想個歷史教學 我們應該培養的是什麼呢 從在地跟當代的經驗出發 去學習批判的悅如思考跟見討能力 希望同學可以透過事實的重建 去吸取經驗 讓自己變成一個比較複雜一點的 有趣一點的又有人味的 好 所以我這邊做個小字總結 前面就問題來講 在怎麼處理未來公平的歷史交流 問題上 我提幾個應該注意的方向 一個就是柯剛演繹的程序跟專業性 這要注意的 第二個 教學書的編寫跟審定機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是我們以後要留意的 第三個就是柯剛的在地當代跟前瞻色彩 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你不能老是老掉牙 像我們現在看到104柯剛 我們好像回到 我大概是在19 我是1977年到1980年在念高中的 我覺得104柯剛跟柯剛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除了兩岸分治以前不會這樣講之外 差不多 好 你看看分治 沒有的是 當時 那時候就是 就是 漢節不兩立 我記得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好 那從學習者主體出發去考慮這個 未來歷史 教科書的課剛設計的話 那我過去是參加過在98課剛的經驗了 我就怎麼樣設計課剛講講當時參與的朋友的一點共識 和我自己的一點點考慮 第一個我覺得這要經典課量 剛剛那個齊瑞老師其實已經說了 現在那個高中歷史的課量實在太大了 那教學現場 老師也沒時間 學生也沒時間 老師就拼命趕課 學生就拼命的背 所以你說他到底學了什麼歷史呢 通常就是說 就像我以前在念高中的時候一樣 我只要一畢業了我就把歷史扔掉 所以我第一次念大學的時候 是念化學期 不是念歷史期 我到了大學裡面以後 我有自己的疑慾了 我開始可以動自己的腦筋了 我反而喜歡當歷史 可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沒辦法喜歡歷史啊 因為壓迫感太大 東西太多了 你就一直要背 那很頭痛 那第二個呢 是調整框架 待會兒我們會細講 那第三個是略古詳經 第四個是結構取向 第五個是影響聲樂 然後下面我再細講 第六個是教學細修 為什麼要經典課台 我剛剛講 歷史課的這個時間不可能多 我這裡我也提醒大家 要密切地關注 十二年國教的那個課綱 總綱 那個總綱 那個歷史呢 會放到公民 跟公民跟地理合科教學去 所以它的時數會大幅降低 那不可能增加了 所以現在呢 我們有一個想法 就朋友之間有一個討論 將來要攔這個十二年總綱 十二年總綱 十二年總綱已經公佈了 一零三年十一月已經公佈了 可是呢 這個要請他回去重溢 因為這個 會變成社會科的一個現場的災難 和科教學的理念不是不對 但是呢 它現在沒有操作的基礎 就是說公民歷史地理的三科老師 他平常還沒有對話 你現在就要幫他三科和科教學 這會出問題的 老師要把這個馬英九的政績呢 掛在前面 所以十二年國教一定要在他現任前通過 這不對的 教育是長遠之際 那如果在這個架構底下 我們來看的話 那現在每個單元的課程內容 一定要勝法精簡 否則很容易就會形成教學現場的災難 所以除了這個科綱的內容精簡之外 我知道九八科綱裡面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它有留白的 比如說一個學期十六週的課 那個科綱只寫到十三週 後面三週都是交給老師跟同學去的 自己操作 那不管 我們當時的想法 因為當時討論的時候 就有人說 老師怎麼會拿去 帶同學們去做活動 一定都是在補課對不對 可是你要把這個自由交給老師 慢慢的他們就會 有一些自主性的做法出來 比如說去做個實際考察 現在有好多老師他們就帶到 我們學校附近的廟宇去考察一下 廟宇可以看很多東西對不對 不過一些外國朋友到台灣來訪問的話 他們希望具有台灣特色的文化是什麼 廟宇對不對 當然有另外一批就是我要吃小吃 那是另外一種 但廟宇是蠻重要的 那了解我意思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讓老師有餘育 學生也有時間去動動手 那留白的精神呢 其實就是要讓同學們有機會 去具體的練習跟體會 什麼叫歷史思維 把這個東西學到身上去 我們不是要讓他成為歷史專家 歷史專家就是 一千個歷史畢業的同學裡面 差不多只有一位 後來會去當歷史學者 你要考慮的不是這一位 你要考慮的是另外的999倍 所以你要留住的是他們的胃口 和探究的興趣 和那一套釣魚的方法 所以你不是把魚通通給他 這樣你就可以考上跑大學 台大醫科 不是這個 這個重點不在這 所以這個課一定要精簡 不是像現在什麼東西都塞進鋼底 第二個要調整框架 我們現在的框架 基本上還是沿用這個台灣史 中國史跟世界史 對不對 這個好像對大家來講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過去的 目前是這樣的 那101克綱呢 它把它變成 中國史又擴大 變成1.5冊 實務上應該是還需要兩學期吧 對不對 實務上你會擠壓到這個台灣史 或者是世界史 所以實際上你會花了兩個學期 可是 就是你沒有時間教嘛 剛剛其實 體學老師已經講了 但有沒有什麼時間教了 那 至於這個 三年級的有一些選優課 就以文化史為名 那麼繼續填壓了 有的時候 有些這個 有些組的同學 基本上就不念了 就是那個 第 第 第三年級的 好 顯而易見 唯一條的一中克剛 希望是以不成比例的中國史來 最近主政者的偏好 但是我認為 台灣的新一代著名的組成現況 跟未來的需求並不相稱 中國史過大 反而並不符合歷史教學 因為對他沒有感覺 了解嗎 他沒有感覺 他有感覺是什麼 他想了解一下 每天去支持的越南餐館後 那個泰式的料理 這些新朋友 他們 他們的文化背景是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有好多同學 因為媽媽是越南人 是印尼人 不能回家只知道叫媽媽 對媽媽有點了解 可是哪裡有資源讓他們去了解 歷史課本不是應該做這件事嗎 你在這個制度化的教學體制裡面 就讓他們了解 你不這樣做的話 現在台灣的問題就很多 因為文化差會有很多衝突 會有很多衝突 所以我覺得 考慮到這個 我們著名的組成縣照的話 應該要對東亞地區的 其他國家要有更多的了解 要合乎別地的了解 所以我建議 未來的這個課綱 也許可以按 由近極限的原則 朝以下的方向調整 第一個就是 以台灣史一側 東亞史一側 世界史一側 兩側作為基礎 來調整 這個東亞史 你說金老師 你一定是個台獨 你去中國化 我現在是把中國放進東亞 你讓那個中國呢 你對中國的了解 更具動態觀點 了解我的意思 不是環繞著他中心來理解 比如說我們過去對日本的了解 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談日本就說 它是大革新 對不對 你就說它是漢化 你談到這個韓國呢 韓國就只有儒學 可是韓國人不承認啊 他還說孔子他們家人啊 你怎麼辦呢 就是說我們沒有一個互為主體的認識嘛 你要把人家當成主體來認識 那你要把 放進東亞史的框架去理解 第二個就是選修 看能不能恢復專題的 作中學的課程規劃 讓他們能夠有多一點的 操作的空間 再來呢 我們講到略古詳經 略古詳經 略古詳經已經是史學界的常識了 那司馬遷其實就是略古詳經啊 可是我們過去 好像不這樣的 覺得越古老的東西越好 特別是要講那個黃金三代 在夏昌州是畢體不可 你看那個印尼斯科剛 一定要講到夏 他才甘心呢 他才覺得這個中文化有個源頭的 以前更過分了 他一定要幫你扯到北京人去 那我上大學的時候還告訴我說 北京人不是最早的 更早的是那雲南的圓謀圓人 兩百多萬人 可是我那個時候在念歷史系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心就是說 他們是人嗎 這樣聊有意思 略古詳經為什麼重要呢 從學習者觀點出發 太古老的甚至因此語言不詳的歷史 其實很難跟自己的當代 或在地經驗結合 在公民歷史教育的層次上 很容易因此會扼殺他們的知識胃口 跟思考問題的品味 所以我們也不要忘了 現實中絕大多數的中文學生 在畢業以後可能不會再有專業 協助他們讀歷史 教了那麼多關係疏遠的古代史 意義在哪裡 我們需要思考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應該著重的去講 近五百年的歷史 近五百年的歷史 包括中國時代 包括中國時代 那些五百年以前的歷史 你就讓歷史學者去做吧 那他有時候去上了國家地理頻道 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你看看那個就可以了 你不希望在學校裡面 學那麼多那個東西 好嗎 那是浪費時間的 從頭觀點來看 好 那第四個我們講 結構取效 我們現在看就是說 我剛剛批評那個 維陶克剛 說他沒有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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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沒有結構觀點 什麼都有結構觀點 比如說 我剛剛有講 我舉那個吳青山做例子 他放在那個結構裡面 他就非常好表現 所以我們在研究歷史 動態的時候 應該注意的是 這個結構型的觀點 不是考慮個人的懲罰 或個人的善惡 那這一點 我們看正常媒體的 每日頭條 應該就不難得 之一二了 通常正常的媒體 他跟你看著頭條 每天的頭條 應該是政治社會 經濟發生大事 或者說哪一個 因為由度深恨 把對方給幹掉 你看到 我剛剛講一個 是上禮拜六的頭條 評委日報 是這樣 那你就了解 所以我們大概還是 從政治社會 跟經濟的結構面去入手 讓學歷史的了解 批判的閱讀 跟系統性思考的能力 你要了解這個大環境 怎麼樣影響個人 而不是把這些 歷史上的重大變化 訴諸個人的成敗 比如說 以前我們在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以前短天被 商鴻王馬 為孝文靖王安始終正 然後底下就要念說 開千末封疆 戰艦 軍塵 青苗 探金墓地 背了半天 這有一些字眼 我還是去Google出來 傳奇 我自己都記不得 知道嗎 你自己都背不住 這樣了解我意思 因為你沒有Fu 你看了這種東西 你就沒有Fu 可是我跟你講 大股農地 事件 你就可以開始關注了 國家就是透過土地的手段 去壓榨人民 這個我就知道 你會記起來了 這個是不是都這樣的 你說穿了這些東西的目的 是不是都這樣 增加國家稅收嘛 增加國家稅收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做福利事業嗎 不是耶 通常都是為了皇帝嘛 有權利的人嘛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 就是它厚度結構性的元素 能不能批判的理解 不同時代的國家 只能透過以法律為後任 土地財稅政策或制度 去控制壓榨民間社會 這樣了解我意思 那你可以了解到 它其實有現實意義了 你也許要這樣理解 這樣明白我意思 對同學來講的話 他就有感覺了 那個商鷹為什麼要開 開這個封疆切磨呢 因為他富國強兵嘛 很簡單嘛 他考慮不是照顧農民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有田種 大家有飯吃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建議 未來的科綱不要無所不包 而是應該選擇 具結構性的一些歷史前面 作為科綱在時間上的設計重度 那這個呢 才能夠跟前面講的經典科 這樣配合 你不是每個面都去交 然後沒有系統 最後呢 後面倒是第二個 講影響證願 有些因素了 比如說 大家都覺得說 微調科綱裡面 很喜歡你們家 覺得他跟文字政府的形成 會有關係 那儒家作為一個歷史研究 對象的確很重要 但是要從什麼角度切入呢 我們其實可以找一個現實的例子 江英華很喜歡儒家 今年五月底他到香港去 還到新加坡去講儒家 可是去年呢 這三十八大太陽花運動中 東文錦他覺得痛痛暴敏 好多學生都是暴敏 武力相當也是溫溫如雅的他 所以我們考慮儒家的時候 我們都要覺得說 他是支持文字呢 還是成為微信暴政的藉口 我們可以去這樣做思考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想 所以重點是我們是公民 公民的主體觀點是什麼 我們去挑選這些 這具影響森嚴的面向 把他給找出來 我們是感興趣的 如果不理解 江英華是儒家 他怎麼會這樣做呢 那我們就去研究他 他的儒家是哪一國的儒家 再來我們看一個教學需求 在台灣中學的同學 學習歷史一定會碰到考試 不管是會考學社會的指考 這只是個現實問題 所以課綱將來要怎麼樣呈現 才便於編寫教科書 便於評量學習成效 又不是讓培養歷史思維能力的理想落空 我覺得很費斟酌 未來的大考中心 應該是會往考生分級的方向去出 但是該怎麼做 我想大家將來還有個討論 現在就先把它提出來 大家一起思考 課綱不能天馬行空 你還要聚集考慮到 在現場教學的老師 他怎麼樣協助同學 能夠順利的升學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考慮的另外一個層面 我的報告大概到這 底下我就做一點簡單的小結 我做一點總結 第一年就是104學年 第二學期的中國史教會書 建議用舊版 別用微調輕版 這為什麼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第二個就是不管是理想或現實 我想課綱都不能免 但是研修的過程要注意 要按程序欄 要找專家 要重視專業 和不同公民群體的聲音 你看我們現在的104課 沒有原住民的聲音 也沒有新住民的聲音 非常可惜 台灣不應該這樣 第三個就是要保障這一點 程序要法治化 要公共化 可是要留意 要留意學術專業跟自主 學術專業跟自主 不是以指法令就可以做到 這是要長期的形成的一種社群的默契跟自律 所以有些地方不能規範太細 第四個就是課綱的剛柔反檢 應該不是重點 應該把改善重點放在教課書的審定機制上 或者就是鬆綁 或者就是說出版社來自主管理 第五個課綱的內容 應該要以學習者為主題 考慮未來社會的需求 這樣的學習者才能夠因此了解 以及人文官邁 才會這樣 我們平常都不在教新住民 你要怎麼讓他關心期 他想關心 他的關心都要變得很辛苦 不是學校 學校沒有盡到責任 第六個就是未來的課綱 應該離開現行以中國社會中心的設計 往台灣東亞世界這樣的方向規劃 第七個就是課綱的內容 要考慮到教育現場實務需求 我剛剛提了幾個原則 就是僅中參考 好 我這個簡單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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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謊規劃之內有非常關心 其實接下來 在九月 在十月 十月就是要下學期書的時候 你如果是畢業生 然後你要回顧一下歷史老師 你們要選新的課堂 還是要選新的課堂 選舊的課堂 稍後我就給他關心一下 他為什麼選新的呢 為什麼選舊 你可以問他一下 可能你有一些幾百萬 因為那種就是 反正懶惰 隨便我就選新的課堂 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可是你可以試著 去跟他討論這件事情 你要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這邊也做一些補充 就是說 剛才其實談到說 教科書有沒有一個史觀的問題 其實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把那種民族主義的史觀 其實把它放進去 就是民族或是國族主義 這個想法 基本上它其實是十五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才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好它體現在什麼東西呢 我們透過什麼東西去想像 我們是一個群體 好談一下中國人 比如說前一陣子 習見比習大大 他去法國訪問 他就把有人講說說 中國呢 雖然你說說 中國是一頭碎屍 可是這頭碎屍 他醒來之後呢 他們不會咬人 放心 法國人一頭霧水 因為在他們的日子裡面 從來沒有誰說過 中國是一頭碎屍 好那這就是一種 規格過度的想像 那另外還包含什麼東西 比方說我們講 病夫這樣的概念 他會因為是形容土耳其 所以是土耳其人生病嗎 沒有土耳其人生病 沒有土耳其人生病 很健康 保安他們甚至連美國也覺得中國人很健康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覺得中國人很健康 他覺得中國人這些華人移工 他在美國如此 惡劣的環境 他都可以勝出 太棒了 這些人太厲害了 所以那這個病夫者是什麼 他指的是國家生病 跟蘇珠姐的觀念是一樣的 國家生病了 不是人生病了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 最後變成人生病了 因為我也有講說說 你人生病了 你才會意識到什麼問題 他就知道說 我們是一群人 那這個東西 他就變成是一種 喚醒國族的力量 用尺度來去喚醒國族 這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每隔幾年 我們就一定要派一部 我要打十個這種武當片 好 那可是 可是 這邊借用一下艾茲自然講過的話 他說 民俗儀是一種武咬的癖 無咬的癖 你就知道洛杜斌 他是覺得太文 被燈火所迫害 所以他對他而言 民俗意思是無咬的癖 無咬的癖 無咬的癖 其實讓你放在自己家裡面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你把這個東西 從你家然後搬到歷史課本的話 我就覺得怪怪的 好 那再來的話 比如說 比方說我們在了解 像這樣一個城區正義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反映出 這基本上是一種中國特色 怎麼說呢 好 中國特色有一個大眾企劃 原來的方法不行 他就會再聘定一個新的機構 比方說 我是皇帝 我有一個成像 我不喜歡這個成像 我找尚蘇利來代替他 尚蘇利我再不喜歡 我找中蘇利來代替他 中蘇利不喜歡 我再找門下市中來代替他 最後你看官僚機構不斷的膨脹 就變成十八世紀福爾太說的 中國的官僚機構非常成熟 非常龐大 非常厲害 那這反映出問題 就是基本上 他是一個人治社會 他只要覺得原來的方法不同 我就要安插我自己的人進去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 所謂的克剛為一條小組 為什麼會冒出這樣一個小組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違反程序 那為什麼會冒出這樣一個小組 因為唯有這樣一個令利黨 重要令利一個新的小組的方式 他才有辦法貫徹你到人的福祉 這就是我們談到的劍骨之境 古時候發生的時期 跟現在人發作一個對比 那他反映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過去是一個人治社會 但是今天我們是一個法治社會 今天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你是藍色 你是綠色 你是紅的隨便 可是你在台灣 我們有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在裡面 有 然後我們談憲法 我們對於民主憲政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反它視為是一種核心的價值 所有人都認同這樣的價值 所以今天在座各位 不管你發表任何的想法 我都覺得非常的棒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台灣 我們想要言論自由 你愛怎麼講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反 你可以反反 你可以翻反反 隨便 好再來第三個 我們大家都說其實 課程真的太雜 在座的大學生 以一個學期修幾門課 我們不要算學分數 我們說你修幾門課 你知道現在高中生一個禮拜 他要上多少總課嗎 最起碼有十六到十八總 你就想看如果說你是大學生 他是你未來上大學要去做準備的話 他是你未來上大學要去做準備的話 那我們需不需要加入這麼多的科目 還是說 還是說 我們真的能夠落實選修這件事情 是 你真的可以選的 你真的可以選的 好 那最後 最後 其實我們也說 不管是說 我們當作是一種 所謂的國族想像的工具 或者是說 好 我們在念歷史 其實還是要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念這些東西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在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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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回應一下 就是說 剛才金老師講到的那個 將一話 將一話本來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最近 這麼的愛儒家 因為他以前不愛儒家 他以前比較愛的另外一個 西方學生叫 漢娜二蘭 他就是提出所謂的平庸之惡 惡是平庸 好 為什麼他要提出這個平庸之惡 他要解釋一件事情 為什麼人類會犯下 納粹、土砂、猶太 這種嚴重的歷史錯誤 他認為 他認為 從他研究的案例 告訴大家 這樣的事情的發生 來自於 我們對於事情的不思考 也就是完全的依法行政 完全的不去想 這件事情的對跟錯誤 當我們放棄思念 當我們放棄思考的時候 悲劇會發生 我們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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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有三個小學時間 因為 今天剛剛兩位講主 都講了多少東西 我想可能觀眾 也有很多可以回應的 或者有問題 甚至有指教的 所以大家可以提出來 那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放給大家 提問和表達 那我們先來三個問題 好嗎 有沒有任何想要 對江澤 說的 或者是 有問題要問江澤 一位 哪有呢 兩位 好 那就先你們兩位 先 先 為後面留一點時間 所以大家大概二要一點 謝謝 我這邊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金老師 你上一次 在 教育部面前 我已經跟你提了 我不知道 你 怎麼樣回應 上一次的那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你推出來了 你說是 不好意思 上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還是把上一個問題 對 你要講一下 大家不知道你問的是什麼問題 因為我已經清楚了一下 那很簡單 什麼叫做歷史 什麼叫做歷史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不同的歷史觀 你要如何判處 那歷史的判處 跟依據優勢是什麼 也就是講說 我們要徹底的板起歷史 它到底是什麼 那 你通通講說是 你看完了以後 再來跟我說 那到今天 都沒有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到今天為止 還回應不了 那 第二個問題就是講說 你講說是 結構 你要講說是 系統 但是我聽到你整個的 展示 你沒有講出 你的結構到底是什麼 你的系統到底是什麼 那 第三個問題就是講說是 您在談儒家 你在談說 無私化胎 他在談 他在談他是 哪一個的儒家 那我就想請教 你又是哪一個的儒家 你怎麼談儒家 我不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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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想說 大家不要笑 因為我問他的問題是 你怎麼談儒家 你怎麼談儒家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那第二位是 後面那位 我想討論一下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問題其實蠻簡單 金老師跟 齊惠老師也都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場 有很多歷史系的學生 然後也有 我覺得 我們可以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做一個歷史專業的學者 或者說我們以歷史專業為生的人 我們歷史專業到了什麼 那還有這次我們的課章圍討才到了歷史專業 作為歷史學者 應該很重要的一個理解 我覺得 金老師剛剛講得清楚 那我覺得 齊惠你提出回答有沒有問題 有討論的問題 我們歷史老師 你們的客人 都能容忍的專業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次課章圍討選擇 要贊助 好 謝謝 那 還有沒有要補助第三個問題 你來 那裡有一位朋友 好 我想 謝謝 金老師 保衛分享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今天 台灣 它可以獨立為一個國家嗎 那 台灣 會有所謂的 國學嗎 那如果有所謂的國學 那這個國學 跟傳統 裝備有概念的國學 會有什麼差別 或者說 它的內涵問題是什麼 我想 就教你 金老師 我先問一下 為什麼需要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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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們有各種各式各樣的權術 為什麼要有國術 沒有關係 我可以聽聽看 那您對國學的理解是什麼 沒有國學 沒有國學的概念 沒有國學的概念 OK 好 對啊 如果 剛剛第三個問題 暫時你們已經先開始討論的話 但是金老師 沒有台灣獨立 沒有台灣獨立 也許台灣國學的想法 我們可以先暫停 為什麼需要一個國學 真的有一個想法 那不就是集體記憶嗎 蛤 那不就是集體記憶嗎 你的集體記憶 還是同事的集體記憶 大家的 是嗎 難道不是嗎 是嗎 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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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員國家找出屬於自己的 共同集體 國學 這有什麼不需要 有什麼不需要 需要嗎 那你自己講的最小的公約數 那這個公約數到底是什麼 哦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國史 那不就是國學了嗎 大家要學這樣的國史 我都聽不太懂 就是你們現在需要有一個定義一尊的歷史嗎 你們需要嗎 我現在要跟你講 那個東西你所謂定義一尊的 那個就是你講的那個公約數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不是今天你講的 這個不行 你要一個共同的國學 那倒不是說定義一尊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概念 我是指說 你有所本的 我們都吸引力把 什麼是你有所本 能夠讓人家靜約人 你知道嗎 靜約人 好 那稍等一下 因為你們已經先開始討論了 那 但是剛剛還有其他人有問問題的 金老師你對後面那一位 第二個提問的問題的 有沒有想回應的 對啊 我想一個就是那個專業 那你為什麼會跳出來 就是很簡單 就是他們 電腦黑板 我覺得對我來講最簡單一件事 就是電腦黑板 然後另外一個人也有 就是電腦黑板 用正式的語言講 就是違反學生專業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他不按程序欄 他不按程序欄 就是說 該有的行政學院他沒有 你下次還能不能這樣做呢 我就說 這一次國民黨政府可以這樣做 他有還能不能這樣做呢 這個不是可藏可久的制度性的做法 所以做事情按程序欄 這是可藏可久的制度性的做法 一個公開透明的程序 所以這兩點 你是拿他沒有立局的會議嗎 當然有嘛 當然有嘛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就是他們把我們踩在那個地上 像吳思華 我剛剛有舉例子講 他上去半年 他就突然可以寫歷史 我就說 請他寫出來讓我們佔了一下我 那當然也有 但是我比較不會公開地這樣宣誓說 因為他怕讓我們很不舒服 對 不想 就要講跟你 OK 好 那請等一下 因為剛剛 前三位提問者的第一位 跟第三位 很快的就進入了跟金老師的討論 那 所以 我覺得 還是稍微討論一下這個部分 因為剛剛那個討論書 我把它一打斷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那個會議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我先讓金老師回應第二位的問題 那 首先第一個 您問的那個有關於 到底歷史是什麼 歷史關是什麼 的問題 我想等一下後面好像還有人急著要問 那我這裡先補充一個 在 如果金老師直接說 他在這方面可能沒有什麼特殊的想法 那 在永和的小小書房 這個月的社會學的補助會 他的書就叫何為意識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真的假的 抱歉 我亂錄吧 那個誰的書 那個誰的書 那是卡爾 卡爾 對 那本書可以看啊 我覺得他台語蠻精彩的 所以我這邊講 講的營養多了 我這邊講的實在是非事務生高人 所以不應該浪費大家時間 好 那當然這是 可能 金老師比較客氣 那 這討論的地方可以再討論 那我先講一下 那剛剛您提的兩問題 第二個是有關於金老師 所謂的結構到底是什麼 第三個問題 跟第三位 提問者 我覺得是 蠻相關的 只是我很好奇 你們兩個 各自想的 可能定於一尊的 或者公約數 你們兩個想的 公約數不見得是一樣的 但又不好開放 讓你們去討論 你們各自的公約數 所以我覺得 可能 把第三個問題 就只放在一個 跟今天的主題 比較像另外的 也就是 您問的 然後第一位的提問者 您問的 您覺得歷史 跟 教育 本身 如果出現矛盾的時候 怎麼辦 我想這個是 大家今天來的主題 以及跟金老師的報告 可以重合的地方 跟金老師 您跟誰能想一下 我想 他的問題是 歷史就是這樣 問題是為了教育 我們就不能叫這個 歷史的時候怎麼辦 我想 您說 歷史跟教育 衝突的情況是這樣 對不對 不是是這樣 更重要就是 歷史學者 要我們 尊重歷史專業 同樣的 教育 他也要 你們大家尊重 教育的專業 那所以衝突在哪裡 如果出了 都專業 但是您提的 問的是衝突嘛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您原來預設 為了教育 不能教這個歷史 或者為了歷史 不能好好教育 對不對 這兩個專業 我沒有跟你講 這件事 我只是跟大家講 因為他自認為他是歷史專業 對不對 他又認為他是歷史專家 然後他又叫我們去寫 歷史課綱 寫歷史課綱 那因此 在他的經驗裡面 在他的歷史裡面 他應該已經超越過這個 他已經過了這個萬局戰 你現在講話很像那個 訪問我的記者 不是 講話都不尊重 奇怪 做一個人 這麼樣不尊重 真的 我覺得你 奇怪的 你受過教育沒有 先讓提問者 我現在問的就是 他的核心問題 也就講說 他有公約數 他自己說他要有公約數 然後他過 他經過了這個 穿越了萬聰山 那他穿越了這個萬聰山 他就要告訴我們怎麼穿越 所以您的問題 主要是這個公約數 要如何得到 對不對 所以我已經講了 就是說 你要討論 你要按程序來討論 我剛剛前面不是有講嗎 就是說你要找學界的人 你要找不同族群的人 你要找不同地區的人 來參與課綱的研修 這公約數是這樣找的 那個不是專業 那個不是歷史專業 那也不是教育專業 那個是行政 那個是行政問題 好 來 接下來 先等一下 我們接下來 先讓其他人來問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好像還會再討論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先開放 讓接下來三位問問題 好嗎 我們昨天班結束之後 還有一點點時間可以討論 到時候可以再討論 好 那您剛剛有舉手 他後面他也會有舉手 可以你們先嗎 就 這裡 我想我是學那個 近現代詞 我想要回應一下 剛剛有位朋友講 那個什麼 國術國學這件事情 其實大概 國術國學這個詞 那個大概是 這個時間沒有很久耶 因為那個清朝的人 看的劇不叫國劇 叫京戲啊 樂戲 就各個地方的戲劇 因為戲劇有那個 語言的在地性 所以你沒有辦法 有一個地方叫國劇 因為都聽我 對 所以叫國劇 那是一個相對於西方的阿波羅 之後你就說要有一個國劇 然後呢 那就是統治者是哪一邊 他就聽哪一個 所以他講的那個叫國劇 所以國劇其實叫京戲 就是在首都的那個 那國術也是一樣的 國術也是這樣子的 其實在傳統的中國裡面 有很多什麼蒙古的醫生啊 西藏的醫生啊 然後苗族的醫生 這些醫學都很發達的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叫做國的那個東西 其實是當初 因為被西方列強入侵的太嚴重 然後就拿一個東西 來保衛自己的那個盾 可是這個其實 這個不用現在歷史學者來反盾 1930年 1930年剛經老師也有講到 像富斯年顧潔鋼 這些比較講科學史觀的 這一些歷史學者已經都反駁了 所以這些其實大部分 已經是歷史系的學生 不太會去讀或堅持的東西 我想現場有很多歷史系的同學 應該都會很清楚 然後還有包括什麼叫做歷史 這是歷史系大一必修課 所以這樣我們討論就形成一個麻煩 就是說我覺得這樣 今天我們這樣有點討論 有點像跟那個教育部長 他是那個 教育部長吳斯瓦仙 他是商學院畢業的 然後他可能高 他理論上一段是一類組的 可是他可能高中歷史課都在睡覺 所以以至於我們就沒有辦法 有一個平台基礎去跟他討論 那我覺得有一個討論的平台基礎 就剛剛金老師講的很重要的 就是說那個 在現代化的那個理性的知識 概念當中 比如說要當歷史老師 要當歷史系教授 都要一定的養成過程 你不能說我今天 我差理大學 性差大學 然後我對讀學很了解 我就可以去教歷史課裡面的 留學那個部分是不行的 至少這個是教育部 但是說中華民國法律就是這樣規範 所以那個討論的平台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很麻煩 就是我們定著個課綱的這位教授 他是中國哲學的教授 然後他體驗哲學系 他一天也沒有唸過歷史系 也就是說他沒有看過 Harlist History 這本書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知道 要怎麼樣跟他討論這些事情 可是他又說 哪有Harlist History 這本書怎麼有很重要 沒有重要啊 那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把它講 因為老實講 歷史系裡面的課程 也有一些專業的公約署的 這一些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都認可 可是今天是我們的教育部部長 自己本身把歷史的專業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把它就是把它否定掉 所以我覺得也許可以回應剛剛那個有提到的問題說 如果歷史跟教育互相違背的時候 那就是不要教育部部長 不是不要教育不是不要歷史 是不要教育部部長 因為他沒有搞清楚狀況 我覺得所以等一下我是不是建議說大家 因為今天我剛剛聽到 來這邊的歷史系的同學非常的多 所以這邊應該佔一個 就是某種程度的歷史的研究 還有其實歷史研究是一個專業 那歷史教育又是一個專業 比如說剛剛君老師也講到 我們在高中教歷史的老師 基本上要收教育學程的 那這個教育學程不是任何一個教育學程 是歷史的教育學程 所以高中的歷史老師 國中的歷史老師 是有針對他教的那個年段的 歷史教育的專業的 那這一個是應該要被 是被國家認可的 應該在討論當中是被尊重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不是等一下 大家要有一個公約書來討論這個事情 來 繼續 謝謝 好 謝謝 那第二位朋友是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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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碩士的論文是寫歷史教育 所以其實我有些想法就是 關於台灣歷史教育這一塊 其實說真的研究真的很多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這位先生說的 教育歸教育 歷史不有歷史 那當然像剛剛這位老師說 我們其實在座只要是當過歷史老師都知道 我們必須要修教程 教學法等等的 這是有一定的專業訓練 可是問題就來 就像剛剛鄭老師說的 我們歷史學了這麼多東西 到底是為了什麼 其實他是有他一定要學的一些概念 這些概念其實是對這些就是學生他們將來是有法作 所以我們不是要填充他知識 因為填充知識量一點異議都沒有 因為他 我就跟學生 我常常跟學生開玩笑說 你考完學生的那一瞬間 你的歷史就換給老師了 除非你以後要當歷史系的學生 那所以變成說 我們用這些知識量不到底要幹嘛 可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的方法 讓他學習 我以後再看不同的資料 我用這些方法去面對這些資訊 因為現在是一個資訊很大的社會 我們要不是 我今天還是一種可能 就像剛剛鄭老師講的 以前中國是所謂的天朝觀 這個天朝觀你還可以面對現在 面對任何國家 那這樣的天朝觀其實 就像台灣 台灣的原住民就講藩嘛 東藩籍 那這個藩你可以這樣繼續使用嗎 其實這是一些 這是很多問題 那我們要不是這些方向 我們要是 給他這個歷史學人的 那這個能力是 其實已經有在研究了 我們是有在研究 他們可不可以達到這個能力 有沒有辦法做到 那做到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用教學法的配合 這個是 歷史教學 歷史教育 對 我們想要做的 但還在做 沒有這麼快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很新 它既不是 歷史系在學 也不是教育在學 它是希望針對 我們的歷史教學做些改變 那如果以我所知 其實英國他們是1980年代之後才開始做 它是一個還在進行的研究 所以 能怎麼走 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還有很長的都要做 謝謝 我覺得剛剛也提到了一個東西 有關於就是 實學方法在高中教育裡面的空間位置 這個你們要補充的 因為剛剛 金老師講的部分比較是 1234車 台灣中國世界史 然後後面的其實 並沒有很詳細的說 還有沒有其他部分 我這樣講 我覺得實學方法是要操作 你那個在實學方法論的課上 你講那個從小的原則 不如你拿幾個具體的Case去做一下分析 就知道實學方法是什麼 那個行規那樣是什麼 因為它好多東西是潛規則 所以你具體去用它 你就知道它做的對不對 你就知道它有沒有月限 是不是論在過頭 或者說你到底有沒有根據 這種可能找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做 就很容易練習了 那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我們現在高中裡面 沒有時間這麼做 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問題在這 其實稍微給一點時間 讓朋友們操作一下 實學方法論的問題馬上就出來 很簡單 像在大學裡 我們怎麼做實學方法論 我根本不要上課堂上去 坐實學方法論 講一大堆東西 寫一篇報告 寫一篇讀出報告 寫一篇讀出報告 比如說兩萬字的一篇論文 你給我寫個一千字的報告 我就在你的報告上面問 為什麼你的理由在哪裏 這就是具體的訓練 可是這個在高中沒有時間 所以課量太多了 所以我們剛剛一再強調就是要精簡課 要選擇重點 就找一些具有結構性意義的課題來做 那至於哪些動員是結構性的課題呢 我覺得這要討論 不是說我說了算 所以我回應您的問題 到底什麼是結構性的問題 你應該自己就應該有個想法 所以你才會提出來 我覺得那個叫做月鼠帶跑 我剛剛講跑 我剛剛在做報告的時候 有一大半是我們跟九八課綱小組員的同仁 這個同仁裡面包括大學的老師 包括學教育出身的大學老師 包括高中裡面任教的高中歷史老師 大家一塊討論出來 還包括大學同心 大家一塊討論出來 那至於具體的內容 我覺得每個時代會再改變 你要把這個自主性交給那一代人 我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每個時代每個時間 每個後面他都要改 的確是這樣 學術的進展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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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它視為歷所當然 來救頭腦教育回來 好 對 但還是一樣 請稍等 讓鄭老師有個印象 已經不少問題不少討論了 但 頭腦壞掉的人 我們跟他討論 好行 鄭老師 你可不可以 我們回家興奮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如何在教學現場 進行一些歷史相關的實作 就我自己操作過的經驗 學生直接拉到故宮 做什麼事情 我不做導覽 你來導覽給我聽 我的學生 再做就有人 就真的做這樣的事情 你不需要懂每一個東西 你只需要懂其中一樣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介紹給所有人體 故宮他有提供這樣的設備 你不用在那邊大呼小叫 他有耳機 你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實作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不是泰山高中來的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 我如何去了解泰山 泰山後面有個石修公園 石修是誰的字 橙橙的字 就在那邊 我們就介紹這位黨國儀道 再往下走 泰山為什麼叫泰山 跟當地的信 地方信航有關 當地有一個泰山岩 本來泰山歷史是形狀 後來怎樣分出來 變成泰山 用什麼命名 用泰山岩去命名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談到的 歷史如何應用 以及歷史我們怎麼去做實作 好 那剛才我們都問到說 我們有沒有共同的記憶 我們沒有共同的記憶啊 比方說 最近一部剛上映的電影《我的少女時代》 大家會笑 因為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共同的記憶 我們都有同樣的抱怨 為什麼留的話可以過三四年 他還是沒有過期 這就是我們看到所有共同的歷史記憶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不同的歷史記憶 這就是前一陣子有人在講 就是說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 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事情是 看過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能否擁有共同的未來 那再來的話 剛才中老師有問到就是說 我們老師做的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 馬克剛運動裡面的一個參與 其實說對我而言的話 我不知道就是說 其他我的同僚都很想 對我而言的話 應該是說 你看一下 一個學校裡面要配多少歷史老師 的關鍵在哪裡 幾個班 有多少學生 換言之 學生在哪裡 老師就在哪裡 所以學生走出去了 我不跟他出去啊 亂了 就是說 學生他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說 我要對他下層的指導期 你應該要做什麼 你應該要做什麼 不對他很信他要做什麼 那我在那邊做什麼 陪伴 陪伴 就很像家長一樣 在那邊就是陪伴 好 那最後的話有人說 教育跟歷史的衝突 教育如果跟歷史會衝突的話 那我就是衝突的完美結合 在座的歷史老師就是衝突的完美結合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還只剩一點點時間 我想先問一下在場的高中生 特別是 有參與在凡科剛運動裡面的成員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講的 或者什麼想問的 或者不同一台上老師講的 或者有要爆料老師的 沒有 沒有 我想說先把這個時間留給你們 你們有什麼要講 好 我想請問兩位老師 就是所謂的歷史史上 就是包含的 我做的小動作 但是一次 除了 除了那個 除了就是 透過大量的一些研究資料 還有實機考上 還有實機考上 我還會不會很需要的書 你做的是經濟的事件 身邊的事件 有的 那實機考上呢 有的 現在再問你,你目前是在進行的作業嗎? 我會期待,你會在做這些東西做,我就會一直留意 那邊有一個台灣史的老師,林文森的老師在那裡 我都會有意思,就是我想是同學在裡面解決問題 OK,好,謝謝 所以算是一個教學商品作為學習者的問題 好,那還有沒有其他朋友的問題? 好,再一位 那等一下就可以,你們兩位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兩位講解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行的就是下面我們看學生在上學生上高位之後 都被分為就是社會組,然後自然組,然後三階組 那就是我們都了解就是歷史教育 如果假設我們的歷史教育真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 所以一種是來針對學生有後續 不是這麼多的填壓,而是有一些異常的思考對實際操作 那對於自然組的同學應該有類似的一個教學方法 就是都一樣的能溫思考對 就是類似的 或是說如果做的話,那應該要怎麼做 這就是類似的問題 高中嗎? 是 高中現在應該就可以做得到 是吧,只要那個課不要那麼多 應該就可以做得到 沒有差別啊 你社會組跟自然組應該沒有差別 對自然組的同學通常 可能在座不到自然組的同學 可以通常自然組的同學對於所謂的收費課 是感到非常沒有興趣的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是自然組的啊 我高中自然組的啊 但就是說如果你那個課 不是就是壓了那麼多東西在裡面 就是有些東西可以去操作 自己動手做一下 試處去看一看 誒,說不定就有機會拿出 對 好,那老師你有沒有要補充 因為剛剛那個問題 我自己在代理時期的時候 我就叫做自然組 可是叫自然組 我比較開心 第一個,自然組的腦筋 和學生的腦筋 他們通常比較火弱 對,你要做比較強烈的 你要做比較抽象的這種方法 我為什麼說他們比較火弱 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數學文化這些 都會完全超過頭髮 那,比較火弱 再來的話就是說 因為他們本身 他們本身對於這麼學科 其實你要說 難道說社會組 這歷史比較有興趣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但是 自然組你反而就是說 反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談 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你就不會被課程所綁住 有的時候我就說 因為社會組 你把它當作是一個主科的話 有的時候 我們就會受到這種進度的壓力 那我就說 我要交什麼交什麼 要把它交完這樣子 但是就自然組而言的話 其實反而有更多探索的空間 但這是各個魯普老師的想法 但是對我們言的話 我認為是說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探索的空間 我們可以針對某一些議題 可以做比較深入的探討 我們打個比方 比方說 我們談到其實我們時代的 非常重要的 談到天賦權利 那我們就會進一步再談到 天賦權利有哪些權利 然後 它衍生出來的一些跟自由 或是跟我們現今社會的一些辯論 我們怎麼去談這些事情 那這個東西 它都可以結合跟我們一起去談 那這是我認為可以做的事情 好 謝謝 嗯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晚上的 哲學非星期五 那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梁嘉宇 我們今天要談的題目在那邊 就是要講有關課鋼跟歷史教育的問題 那課鋼的 課鋼的運動 大約在前一陣子 我們有佔領過 高中心部佔領過教育 那後來現在就是要排學了 然後暫時已經 有一段時間沒有討論 但是呢 這個事情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那所以我今天晚上 這樣一場活動 那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依照哲務的慣例 我們邀請來的朋友們 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就簡單講一下 你叫什麼意思是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今晚會怎麼會過來 那 這個 我們有一個觀念是因為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 獎者 我們邀請來獎者 能夠了解一下 來參與國際的朋友 大家對今晚會有講 會很期待 那我們通常在 講者講完之後 也會有時間 讓大家能夠提問題 能夠跟講者交流 所以這也是讓大家 很多先稍微一邊準備 一個安排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從最後面 開始 好嗎 有沒有辦法跟我們歡迎 好 我是李徐碩 我剛從高中 就是 一頁前西東有關注這個 環構堂的問題 有參加我們學校組 中央學校環構堂的 聯合運作 那我現在才遲到圖書 碰到這個活動 一個 到我高中了 高中最後階段 我如何事情有連結 就想要來更深入了解這些例 你現在是念什麼 高中老師 好 歡迎 我叫葉悠楊 我也是在台式大禮 也是念中央系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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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舞蹈那一陣子 有關注一下一個 就想要稍微來講 好 歡迎 你好 我叫周欣景 然後 我是國中老師 然後 雖然是高中階級 就是 因為是同樣歷史的領域 所以就 應該要來關心一下 好 歡迎 我是台大歷史的學生 然後 就是 我日經來一堂是大學 然後 就是 可以證明 就是還沒畢業的時候 也有在管理出這個領域 然後 對 好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台大歷史的學生 然後也是港星大一 然後 就是 哲學星期五 或是哲學費星期五 這個活動 就之前在台中的時候 就是有參加過 然後現在上台北來 就有轉移 正地到台北來 謝謝 好 歡迎 我叫周欣景 那我是 正大地前席的學生 那 我未來是因為我對 教育這個一直都 有一點興趣 這樣 好 歡迎 我們今天也會談到 教育現場的問題 大家好 我是強南 有個教肌 會請講 我是反黑箱 剛剛行動員工的 成績人指引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叫周佩柔 我是碧師老師 那我今天就 來 身影文童 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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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是黃瑞 也是高中 歷史教育 今天來深圓 我的同業 好 那妳先前 是不是去過高雄 的 哲悟講過 只是 我有去高雄 但沒有在哲悟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吳慶玟 然後我現在是 台大歷史的私陪生 所以就對這一點 比較關心這樣子 謝謝 那好 我是寶文 我是一個小學老師 我們今天怎麼看他 以學習整文童行 那我對這一點 有興趣 好 謝謝 那個我是 師大歷史研究所的 說師生 然後因為我對 課剛這個問題 也蠻有興趣的 然後就跟我朋友 大家來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朋友 大家好 我是崇鵬安 也是師大歷史所的 說師生 今天也說二 之前關心 關於課剛的議題 到現在 雖然感覺有點熱情 減少 但是希望來這邊 可以再關心更多熱情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鄭英雲 我是師大國文的學生 然後 我也是對這一題 然後 興趣 然後我第一次來 哲學中學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們叫王聖人 然後我們其實也才是 師大是第一次這樣 所以我求人家跟人家 了解一下 我們師大跟人家 我覺得很多 大家好 我是周正零 然後 然後目前是 我尿學的學習在年級 然後 連接會來跟 連接會跟 連接會跟同學 然後我被朋友放聊 但你還是來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蘭尼成 然後我是 我目前入國中的 歷史老師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翁世成 那我是日本的 教育基金 問那個人們就會長 今天一起 對 今天就來這裡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許哲瑋 然後 目前我是 港神大一的 政治系的學生 然後因為我對歷史本身 還是有很多感興趣 然後對政治課綱 因為我們學校算是罰錢 所以我正常問題是 你還在學校 我是 我高中是總理中學 喔 對 然後大學是 對 然後學校可以 關注 因為雖然我沒有參與到 他們做反抗運動 但是 我還是很懷疑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黃黃 然後也是台大 社會系的學生 然後是剛剛有 那個人 介紹我們來 然後有興趣的學生 我們來 介紹你來的人 是 那個 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波濤 然後 這是人版教育財經 好 你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魏珍 眼睛正貪的真 那我支持三民主義 落實在台灣 三民主義同中國 付台灣 關乎大陸 小時候 大家都這樣教我 我現在還是這麼相信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長大了 大家都不相信 你說幫我們自己要把你勾回去呢 還是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小士 小士 大大小小的小 一二三四四 這是電影的男主角的名字 不是 這就是小士 我大概 大家 瞭準一點點 所以我寫了一篇 我的自我介紹案 書說 等一下我會發給大家 我是 不支持克剛 我也是 反反克剛 所以我是超克剛 好 我有一個新的主張 超克剛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立亮 我剛從成大土部畢業 然後我是來這邊想要更了解一下這個議題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星 然後我是 投資新畢業 然後我前陣子有關係 克剛的議題 可是最近有一段時間沒有再關注了 那我今天會來參加這個獎座 主要是希望我能夠有更客觀的角度去看 看這件事情 我希望讓自己 因為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樣 我希望能夠讓自己有更客觀的角度去看在這個議題 那希望能夠用一個比較圓滿的方式去解決 好 謝謝 謝謝 那小星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說如果大家等一下有問題的話都可以盡量提出來 這個問題可能牽涉到比較多更複雜的問題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梅君 那我是國中國文老師 其實之前有吃到克剛的議題 但是其實一直都沒有很認真去研究 這樣做看 可以比較客觀女性的區域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賴婉榮 我也是國中的國文老師 那就是希望可以通過這個講座 對這個議題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然後這樣就可以跟我的學生做一個討論 謝謝 謝謝 今天國中老師也不少 大家好 我叫陳梅文 我目前在高中剛剛的第四教室 那這個議題我都很在關注 那本社會的附讀論 我也是什麼第四教室 所以其實對這個議題一直都有這些想法 可以一些就是一直在一個人間 謝謝 等一下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您是在哪間高中 宋山古中 宋山古中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朱麗 因為小孩出年9年級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要走行教 依序指正文出地的歷史科學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們剛從高中畢業的學生 然後我在高中之前都 對我來說 課本就是文字而已 所以他對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然後是高中才讓我發現 課本的影響力不會想像中大 我大 所以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叫西瓜 然後 我是那個文化大學史學系的學生 同時也是反應上特剛大學生陣線的總教級人 對 然後上禮拜剛從就是環島 就是十天到十個地區幫街頭論壇 對 就是我大概這次參與 然後也很關心這個議題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詹竹浩 那我本身其實很喜歡讀一些歷史科學 那對於歷史教育的本身就有興趣 所以想要來參加這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林 我對今天的議題其實是對 從第四點歷史教育示威未來 還有過去之後 過去打算之後 比較更注重 因為我是覺得說 課綱的議題應該已經很明確 但是歷史這兩個字的本身 應該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彈答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山理道退休老師 我現在參加聯合國協進會會員 關於加入 然後我家住附近 我很喜歡這裡的嚴角 我有空都會來 謝謝 謝謝你的支持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陳玉珍 然後畢業也是畢業歷史系 今天是陪我特別護學來的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本身是畢業歷史系 我覺得 我應該要更從歷史的角度 來看待這件事情 這樣才會 復復我學歷史的這一份小學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我的教徒沛羽 我現在是讀正大的台詞所的碩士生 然後我今天會來是 主要是因為 我看到這個題目 是從東亞跟世界的角度來看 就是這個題目 但我就覺得說 這樣 但我們如果跳得過台灣的角度 難道我們跟火鍋的角度來看 我們學習出一個比較慢慢的時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賴彥宇 然後 我現在在公共電視工作 那因為那個 我們的節目就是 教育現場 然後 想說來替一聽 對不對 你們是公共電視的一個專題 就是這個人嗎 我們就是老師妮娜威 我就比較教育性 老師妮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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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妮娜威 謝謝 大家好 我姓辰威 就是因為之前我在電視上 或是報仇一直在關注的影 所以今天 今天來一下資料跟聲音 好 歡迎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林莉佳凱 我現在在那個政大跨任中 要運作起男人助理 那一些資源的歷史 所以對這個議題有點興趣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謝謝師傅 那一樣就是於政大 那我本身是總是有所提議的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客廳 然後我也是國立培館書籍 最後一屆是由我的學生上來 那客廳這個議題 我想在現在的生活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然後對學生 一個年輕人非常重要的一個客廳 所以那我想 當然我也就這樣的一個主題 從東亞來看 這樣子的一個世界 非常感興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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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理性的 在台灣幾乎張爾教會總會事務所 單純傳到 因為 張爾教會在 課剛這件事情上面 一直都在參與 在關注 所以 也 今天謝謝這個機會 謝謝 謝謝 張爾教會是比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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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志廷 我也是來自世界網店的 然後我之前是有待過人們的陣子 所以我自己是對政治 就是政治怎麼樣操縱教育的 這段比較感興趣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蔣志廷 然後 因為朋友有從事就是類似 還在跟他們活動 然後 因為那時候考執考 所以就沒有機會 好好集中 然後想趁這個機會好好認識一下 謝謝 所以妳現在是畢業的 大家好 我是毛厚寧 是一位領導力教練 我關心歷史的教學 歷史的思考 還有反克剛 反克剛這個議題的問題 謝謝 謝謝 我們是反克剛的學生 對 然後 然後 謝謝各位大家來到這邊 還有維鮮 我幫妳補入學院到現場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就你四位都是 五位 五位 對 好 那 那邊 你們沒有位置坐嗎 是 後面還有 有 有 你們 就都是一起 好 好 那我們今天會邀請到一位 師弟 我先介紹一下獎子 第一位是金士奇教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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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師他是在政經大學理識系 那他在很多年已經開始關注我們高中的歷史教育的問題 那在這一次的運動過程當中 他也接受過媒體的一些訪談 就表達了一些看法 那我想今天他會比較完整的說明他怎麼對這件事情 認識跟想法 另一位是莊老師 抱歉 這幾位老師 你看看高中的歷史老師 他也是一個歷史教師生的成員 這個聯盟在這次運動裡面也有什麼參與 我現在就先把時間交給鄭老師 大家好 我是泰山高中醫師科的鄭吉利老師 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我想說 我們就用比較輕鬆一點的方式來看這些東西 就是說 先談 我想可能要謝謝哲學系 就是 我們從來不知道 就是說我們每天講文學 也講文士哲 好像會把哲學畫在後面 可是沒有想到就是這次哲學系的老師 他可以帶給我們社會如此龐大的動能 那也包含就是今天的活動也是哲學飛行紀錄 那這個東西談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是說談到所謂一個中國的課桿 就是關於台灣史的部分 我想我們也討論了非常的透徹 好 那台灣史的書選完呢 接下來你要選的是中國史的書 這時候必須回應大家一個問題 是為什麼我們要花1.5個學期 就是高中生有1.5個學期 才要學習中國史 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從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歷史 比較歷徒 有科普 那也許有歷史 比較歷史普及的書 有一個古簡系列的書 它翻譯了這本學者 同期視頻來講的話 我這邊就把它 稍微做一些變化 就是說 呃 不光是台灣 不管是學生 或者是我們的研究也好 中原學院最起碼有兩個研究所 是以中國為主題 在進行研究的 好 那 呃 研究中國的目的大於是什麼 如果說就一個日本學者 或者就一個美國學者 也好 就日本學者好了 他們怎麼談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我們看一下 就土地面積而言的話 中國跟台灣大概差了多少倍 中國的土地面積是台灣的大概 兩百二十六倍 兩百二十六倍 那 從世界的口來看的話 每五個人 有一個人是 中國人 好 那另外一個對我們而言 其實是相當相當嚴肅的問題 就是不管你的認同是什麼 我們必須面對到一件事情 是有一個強國 或者是所謂的祖國 或者是我們用最中心的字眼 中國崛起 而這個中國崛起 它不僅僅在台灣 它甚至對於日本 對於東南亞 也造成相當大的一個震撼和震動 好 那面對這樣一個中國的學期 你台灣如何自主 就是你必須會應對問題 如果台灣 不管你是說 它是坐落在東亞的一個島嶼 還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嶼 就是你如何去屬於這個問題 你如何跟中國打交道 你如何跟美國打交道 你如何跟世界各國去打交道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尤其中國對我們也相當的重要 那再來就必須回到 就是說 作為歷史科 我們怎麼去了解它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問題 在座的都是高中同學 對不對 你高一的時候 一個禮拜上幾堂歷史課 兩堂 2.5 就是如果你還有其他的配課的話 也許2.5 兩堂到2.5 那到了高二的話 你會選組 選組之後 你可能變三堂 變四堂 然後你課當然是稍微再多一點點 可是終究 終究你必須認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 同學剛考完北國 對不對 歷史 歷史占多少 歷史占社會的三分之一 它其實只占三分之一 那 我自己在當時候 因為我是歷史老師 當然就是監考 我也要去監考 我就剛好監考社會科 於是同學在寫社會科 我也在寫社會科 有啦 我還是有任職在監考 那 你寫完之後 你才會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 天啊 怎麼居然讓我們的學生 要不需 承載如此龐大的知識量 因為我沒有說我是歷史老師 所以我只寫歷史科 我為了要深刻感受到 學生寫社會科的困境是什麼 所以我把公民跟地理 並寫完了 那不寫不談地理 因為地理我看不懂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發現公民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可能我們對於公民的議事 有時候很多時候是比較缺乏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沒辦法做正確的解答 那如果歷史考不好的話 那我應該就要回去洗洗碎了 好 那這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我們的高中的教育 或者是整體而已 不光是歷史科 不光是社會科 甚至是整個高中歷史 整個高中的教育而言 我們讓學生承載了過度龐大的知識量 過度龐大的知識量 這會造成一個問題 這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每一個學生 他都要學如此龐大的知識 而每一個老師 尤其是應該像社會科 雖然你叫社會科 有六堂課 可是三分之一扶下來 你就兩堂課而已 你要遭遇到的問題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在這兩堂課 你必須cancer很多的東西進去 最後我為了要追求那個量的結果 為了感客追求量的結果 我給了很多可能是很片面性的知識 那個片面性的知識 對同學而言 其實幫助相當的有限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由於他非常的片面 所以變得是你認識的歷史 其實也相當的刻板 而忽略了 社會科一個很大的目的是 你身處在人類社會 你必須對這些議題事情有效的思辨 我剛 我在來這邊之前我還是上課 我剛把那個一次大戰上完 然後我在上站間起 我問了同學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基本上 國中程度的學生就可以回答 我問他們說 一次大戰跟二次大戰的戰勝國是誰 我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一個歷史海洋非常好的學生 他可以馬上不假思索的回答 我是哪些國家 可是這不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我們能不能對這個問題 做一個比較再深刻一點的思辨 就是 打完一場戰爭 真的有人去戰勝嗎 會不會其實打完一場戰爭之後 沒有人是勝利者 就是我們能不能在這個課堂上做這樣的思辨 可是當我們做這個思辨的時候 意味著我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 這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我可能是必須會佔掉其他的時間 因為我們交的太多 我們交的太多 我們有1.5的學期的時間 然後我們要把整個 就是所謂的浩瀚的五千年文化 把它交完的情況下就是 最後學生學到了很多是很片片的知識 然後那個思辨就不見了 我指的思辨可能是 當你讀完歷史之後 你能不能對 李德輝最近的發言有一些看法 或是你能不能對最近的 中國在進行的九三的閱兵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個 所謂的十四年抗戰這樣一個史觀 你能不能有一些思考 你能不能有一些思辨 我想這個東西可能會是 未來的歷史教育更希望看到的 更希望看到的 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想我們要把環境網子交給我們的老師 來 金老師 大家好 我今天來之前 有個女兒跟太太說我可不可以來 我問我 他們可不可以來 然後我跟他們講說 你知道爸爸講話的風格 然後他們就很快知趣 就說好 那我們不要去 很感謝大家 我剛請來現場的朋友們 做自我介紹 聽到一些期待 我希望 我盡我的力 希望能夠 讓大家對這個問題 為人了解 當然 這個報告完以後 也要歡迎大家指教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要做報告的面子 好 我要說一下 今天的報告大綱分子是四點 所以我會講講開場 為什麼我們會來 另外這個問題有哪些 可能怎麼做 最後呢 我對今天的報告做有點小的總結 給大家一點建議 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在這裡是為了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是為了什麼 剛剛聽到 大概知道了一些 大概知道大家為什麼 我過去呢 很少參與這個 論壇 公共論壇的活動 很少在街頭上見 參與活動 基本上就是宅男 然後我的歷史呢 也壓壓烏 那麼 還有好多這個 論文的工作 該做 所以我就跑來這裡 爛語充數 我們學中國死的人裡面 其實有好多好手 他們應該來 我來亂語充數 不會的是 好 簡單的講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有將近是七百萬 這我個人的觀點 你們可以都同意 我認為這七百萬人 因為過去受這個黨國洗腦 洗得很好 所以一再的讓自己受到往復 成為靜亂 選了一個層次不足蓋子流域的政府 來找我們自己的麻煩 我們今天做了好多的事情 就是刻鋼的爭議 本來可以不成爭議的 可是我們卻要浪費大量的資源跟能力 離開我們原來的位置來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跟政府的錯誤是有關的 然後身為公民的我們 就不得不被迫 再出來做點檢討 那這個檢討呢 不應該是救個案 而應該有這個長期的自負信念 做點檢討 我們不希望這種事情再重複的發生 在台灣歷史上重複的發生 所以應該出來講點話 那不過在這裡呢 我不是來發泄不滿情緒的 沒有那麼多不滿情緒 那我來只是嘗試做 以免負責的公民 所以我就就我對中學的歷史教學 和台灣分享的方便 來行列觀察跟建議 就請大家討論 其實是 第一個我想談我們碰到的問題 第二個 我們可能有哪些處理問題的原則 我們對問題很具體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處理問題之前 可能要先考慮一下 怎麼樣處理問題的原則 然後 至於具體的怎麼解決 我想問 需要速度公益 大家不要一起討論 好 先看問題在哪裡 很快的講 對不起 我先說明一下 九點鐘之後 我的手機裡面的鬧鐘會響 提醒我要閉嘴 所以如果嚇到大家 請擔擔 歷史各樣的內容爭議 基本上 從我們個人的觀點來看 基本上是 執政者缺乏見識 卻已經不行 基本上 他對歷史沒有了解 我說他就是忙很久 他就喜歡 喜歡製作主張 交易當局 因為我們把行政程序 也是專業當回事 現在基本上 吳世華就是在 聽馬英九的 因為如果他不聽馬英九 他不會去當教育部長 可以想清楚這件事 不過在這個時候 零零總統的爭議後頭 其實也反映了好多問題 比如課綱的角色是什麼 課綱有沒有必要存在 如果有課綱 我們怎麼處理課綱 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說 更深一次 歷史教育在公民教育裡面 他定偉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看歷史教育 是當成其樂呢 還是說當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公民教育的內容 這個我們可以考慮 所以在這裡 我先把目前我看到的問題 分成四個 四個 四個方面 跟陳塞的理解 第一個我們講的 眼前的問題 唯一條特高的內容問題 第二個形成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主政者 滅氣的行政程序 跟專業的問題 第三個呢 是課綱的定位跟存備問題 我想這就是 我們反課綱的活動內容 開始有些意見 覺得課綱可能要廢掉比較好 有的人認為課綱寫得柔性一點比較好 我個人對這兩本意見 我覺得他們都有理由 可是呢 我有點保留 所以等一下會提我自己再看 第四個就是歷史教學 是為了未來還是過去打算的 好 然後我們先看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 最後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們可以和他們做一件事 那 維條特高的內容問題有哪些呢 欸 對不起 好 維條特高的內容問題 根據官方的說法 維條版的歷史課維 他有一個好大的這個 我們加了括號 他叫維條 實際上他不是維條 他很大的 他這個維條呢 有不少老師把他 把那個維字呢 改成為危險的維 或者違背的維 那都對 但是就是這個維不對 因為他呢 是符合憲法的課維 他們強調這一點 翻譚白話文呢 我可以說了 他是外號課維 這大早還一個課維 老人懷就課維 一個中國課維 去在地化的課維 去把他認識主體的課維 他基本上就不是意識課維 那正常的維條應該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吧 正常的維條應該是 錯字、看護、內容、補證 那叫維條 這次的維條版的課維 它牽頭也想了 我們這個修正的原則是什麼 錯字、看護、內容、補證 這OK的 大家吃這個燒鹽條 沒有不掉芝麻的 所以你課維裡面 融合會有一些錯字 會有一些文藝不完整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 錯字、看護、內容、補證 這是對學生、對老師 盡責任的一種做法 都沒問題的 但不是什麼符合憲法 何況我們現在的憲法 只不三不四 為什麼說它是外行客維呢 我大概一個一個講 維陶、客維的超刀者或淫無者 其實對歷史相當外行 可以從不少的說明中 看到他們對1930年代以後 我說1930年代以距今80年 他們基本上對1930年代以來 發展是沒了解的 東兩地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 方法論的一些基本認識 或新發展是蠻陌生的 我舉一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這個中國史的課綱 它在中國史的部分 分成六個單元 課綱是這樣寫的 歷史課綱是比較繁俗的 它分成單元、主題、重點、說明 四個層 你們去想這個樹莊 樹枝狀的架構 它的第一個單元、第一個主題、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說明的錯誤 怎麼講呢 這我把劉恩照抄 簡介史前考古重要成果與文明成就 並舉例說明古籍記載的傳說 與考古及人類學的相互對應之處 特別介紹下台20頭文化的重要性 這個哪裡外行呢 告訴你 這是哪裡外行 第一個 傳說、考古跟人類學 要加個括號 叫做研究成果 你回去看他們研究成果 沒有 人類學就可以用了 不是一塊鐵板上的東西 它不是同一個城市的東西 我現在問在座的朋友們 你們覺得這個 如果要談歷史 傳說比較可靠還是考古 資料比較可靠 對嘛 它就時空交往 你們都知道 所以它怎麼可以用相互對應這四個字呢 這樣明白我意思嗎 人類學的研究 它的基礎是什麼 當代的社會嘛 出名社會嘛 以前我們會叫部落社會 你拿一個當代的社會的研究成果 去應用到古代去 還把它當證據 所以它可以相互對應 這對不對呢 開始就錯了 第二個 下代呢 到目前為止是傳說 我請這個科高的編修者 給我提列證據說 現在這跟下代有關的 考古出土的文字資料有 有的話麻煩提列出來 提列不出來 你就不能說它是下代啊 事實上 參與二里頭文化 發掘工作的考古會隊長 許鴻先生 大概在2004年前後 到政大去去做個課作 問過他嘛 二里頭文化可不可以說是下文化 欸不行 沒有文字資料去證明 你看啊 你的課剛不寫 下代二里頭文化 你們有聽過龍山文化嗎 聽過雅曹文化 聽過嗎 好 你會隨便給他一個 歷史上的名字 叫它樂文化、無文化、靜文化 不可以啊 還有那個很有名的 那個什麼青銅器的 三天對文化 有人說那個叫蜀文化 就八蜀文化 那個學界都很保留的 那覺得說那個勞過界 不能這樣命名的 一般來講 通學文化的命名方式 就是當地的最小行政區的名字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有什麼 十三號文化 對不對 那個大魂坑文化 對不對 長壁文化等等 都這樣命名的 你沒有文字資料 可以證明它是下 你就不可以說它是下代 它是直接叫下代二里頭文化 所以我說 這樣的做法 就像是看到月光的人 說它是中國人一樣 無里頭 這不叫二里頭 再來 它是這個大達會的將高 怎麼說呢 就沒有其統性啊 簡單講 這圍條者的一廂情人 把他們認為屬於中國歷史的東西呢 都放進了課綱 那希望那學習者呢 買好之都是中國 那不做他想 但從歷史教學的觀念來看 它的內容非常龐雜之慢 不成系統 沒有辦法協助這個同學呢 去養成這個歷史思維的能力 其實這一點 你也可以看出來 它外行 因為它不知道什麼叫重點 了解我意思嗎 好 舉例子講 這裡也舉個具體的例子講 這個呢 剛剛那個很有趣的 這麼巧 它叫做第二單元 第二主題 第二重點 第二項說明 剛剛那是第一單元 第一個主題 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說明 他說 哲立介紹中央傳統節日 如過年 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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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系统性 我们看不出来 对柯康编冗者 为什么要在教学书中 采入这类说明 因为为什么 仅在这两个单元有些琢磨 后的系统期考虑是什么 跟历史教育的观点是什么 我前两天才想到 我到高雄山里想到 我前两天想到 我回来的时候想到 我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 在当兵的时候 军中的举光日教学 就有这个东西 谁在教堂里叶球在教 找个林亨道老先生 就是那个 好像台东林家吧 白东林家的大人 出来讲 那叫民俗学 那不叫历史学 那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的东西 简单说 在公民历史教育中 我们搞不清楚 把历史上的重要传统节日 生活娱乐 放进来的问题 意思是什么 是为了创造连野人两岸都是一家人 或者习大大 马可哥 选择一选的这种 老调牙都出认同 都是学这个 现在的历史学 已经不是学这个东西了 那再来呢 我讲说为什么他的老人怀旧克刚呢 我说 他们里面讲的一些东西 都是八十年轻的老东西 他完全忽略了 就八十年来 史学界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那一定要硬塞入他的那套想象中 那好多东西呢 是一些八十年前 你想想八十年前的中国的处境 它是内忧外坏很多嘛 所以那时候来谈到中国人 就好多感情嘛 所以那个把历史跟想象不分了嘛 他做出一些历史的描述 实际上是他心中的憧憬啊 他希望那个中国是个文字的政府 举例子讲 第二个单元的第二个主题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项他讲什么 啊我们说明 汉武帝时代文字政府的形成与武学的发展 还有数捷的阴阳五行之学 这三个号是怎么凑在一块我还想不懂 那这个说法呢 讲对汉武帝是文字政府的这个说法 是1930年代的前幕 这个具体的书呢 应该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书名 大概是1937年写出来 但近八十年研究成果 早就不是这样看 我相信多数的高中老师 甚至是国中历史老师都不了解 没那么简单 汉武帝如果是文字政府 他为什么要被称作汉武帝呢 这是常识问题好不好 那然而都八十超几年了 那个微调克刚的编修者却依然抱残首缺 他非常进行文字的东西 你可以看他们对这个粉丝太平有多么在乎 对历史事实却丝毫不尊重 这是我们这个学历史人 为什么这次要跳出来讲的缘故 我讲那个中国历史的台湾的学者 其实非常保守的啦 他们不愿意抛筹路面的啦 你要那个记者访问他 他最好是把直接手办按出正细的 我刚出来讲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回去很难过很挣扎的 所以记者引述的错误了 非常难过的时候 回去我还要跟太太女儿交代 爸爸没有那样讲话 那为什么要跳出来 原因就是你受不了 你会看就是说 那个真的已经说瞎话 那文调克刚呢 为什么又说他是一个中国克刚 特刚名言要依据 唯符合宪法的原则来唯一条 但他要面的问题是说 他所建议的宪法的条文 就那自权跟主权的问题 其实1990年以前的那种概念 那种精神 大法官解释出现以前的旧条文 所以你符合到底是哪个宪法的 是现在的宪法吗 这都成问题了 那比如说我们也要搞清楚 历史教学跟宪法之间的关系 其实要搞清楚 那我在这里举中文院的法律所 的房陈寓教授他讲 他说立宪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是什么呢 是要透过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利 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是不允许政府假裂宪法之民 来侵害人民表义自由 就是书写教科书是表义自由的一部分 你怎么可以拿这个宪法来做一个框架 限制它追求真实呢 历史我们是追求真相 跟法官是一样的 是要追求真相的 那你拿个宪法弄出来 我们怎么写历史 而且宪法其实是人为的 我们是可以去修改它的 那今晚的问题 从格轨调者还是执意蛮干 自罚为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商务 以中国史的课纲来讲 微调版就尝试虚构哪些东西 第一个 他就是拿这个皇朝或者王朝为中心 不管理啦 他认为古代的政府 是一个讲究礼教的啦 所以所有的外邦 他都是用怀柔的方法对付他的 你只是去看历史 不是啦 打得血淋淋的啦 我都简单讲 中华帝国会有今天的局面 如果不是靠暴力 不会这样子啦 比如说我敢话你 你慢慢被敢话 你会不会被敢话呢 你看 我们看中国要不要敢话 他不要用武力动和我们 他来敢话我们 你看他会不会这样做嘛 所以哪天他说这个 你们如果搞台独的话 那到现在回事还没放弃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不 没有同意说我不用武力翻牌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重疑统一盛事啦 秦翰隋唐是他很喜欢讲的啦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嘛 我爸爸送了一本那个 中国历代地图集嘛 我每一次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 天幕之后就好开心 你知道吗 你拉开那个地图 好大一张 那都是我们的 那个小色的香味 可是现在长大了呢 我们有些转变嘛 我们回头会想 你上长城去看 去赞叹那个秦 秦帝国的伟大的时候 你会想 在这边逐城的老百姓多可怜 那些罪犯来这边逐城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想过回不去了 你脑袋里 你会开始想别的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 所以你特别会去想 人民怎么办 第三个呢 少数族群 在地人群的被同志经验 是没有受到注意的 你说 蛮与荣敌就是蛮与荣敌 他们就是挨打的对象 打过他们就跟他们和谈 叫做和亲 对不对 打过他们就叫征服他们 他们这个收复了 被收复了 我们不了解他们 那伸斗小平的历史 好像也没受到注目 这个是 这是过去的这个 不是过去 现在的微调各样的特色 那第四个呢 中华帝国内外的 这个意识性的程度 一直不提 我们跟匈奴的关系 永远都是战跟和 我们跟图爵的关系 永远只是战跟和 好不容易有一个张谦通西律 就是宣扬大汉神威 然后呢 讲大韩国就是他们有儒学 讲到日本呢 就是他们被害化 他就是你最大的 这个人就是 这个人旅行的时候 就出门都一直戴着镜子 看来看去都看自己 最美的公里是人吧 就那个人就是自己 第五 晚期的时候 到在二战结束前 那他有强调的 列强冲击跟中国回应的理解方式 继续行硕的 强化 行硕 和强化中国作为受害者的勾足记 在座的朋友们当中 应该有好多人以前 看过李小龙的金武门吧 对不对 那金武门里面最精彩一幕就是说 他把那个东亚病夫那个匾额 日本人送给他匾额 拿拆下来把那个纸揉 塞到那个日本人嘴里 对不对 了解 东亚病夫这个 根据我的同事的这个研究 当然最初是处于这个 处于这个 人家形容土耳其 可是后来中国人发现说 这个词好好用啊 就把它借过来 大家发挥 然后说你看我们是受害者 所以他不断用这个受害者的形象去动员 动员 动员这个国内的群众 然后让他们忽视国内的问题 然后一致对外 这样了解我意思吧 好 所以他变成一个佛号 一个虚假的佛号 那我们的这个晚清到二战结束前的历史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看这段历史也非常难过 你看我从蒙古统治的欧亚大陆 要到这个十九世纪末期 鸦片战争以后 到这一九五零年以前的历史 我想多数人跟我有类似的经验了 那痛我不看对不对 痛我不看不完全是因为背不起来的 因为黑头细节 另外一个就是感情上好像受创伤的 那这个就是这种历史书写造成效果 那我们现在对总统 现在还在为了光复康尔保尼 这列粗糙的这长时间大到嘴巴 他就在动员以后 他忽略 他忽略 为什么他拿九点二 第六 战后呢 就特别强调的两岸分子 说明 我共内战政府牵台后 我国领土依宪法 能为故有之家 你为治全不给予 这是课纲内容 课纲的内容 特别加入了两岸分子这个重点 要你说明这些东西 要你说明这个东西 那我要说的是 这个大概是1990年以前 中央民国宪法的概念 恐怕不是我们理解 台湾历史事实的一个重要基础 我没有同学从蒙古共和国到政大来上课 我要见到他面 我就 欢迎回彗祖国 我要这样做吗 我要不要这样做 我要不要这样做 我是不是这样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做钥匙 底下我们来看 为什么它是去代曆化的课纲 去代曆化的意思是 这是我们学习的历史跟我们的在地生活界 拖了沟 而且我们不是观看 判断我们自身历史的主体 是别人灌输我们某些历史记忆的受体 维条克刚的认知就是这样 他的书写主要就是从同志阶层的观点出发 他着动的主要是上层阶级的动态 比较少鼓励在地的当事人或弱势者被同志者的观点去批判了什么 我们现在作为21世纪的民主社会的成员 特别是做公民 我们审视历史的那个态度应该是批判的 也不是照单全收的 应该讲究的是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位置上面 我们怎么去看 这对观点也真的这个话影响也有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在台湾史的部分 大家讲了很多就是去台湾化 谈到台湾历史就是汉人的成功 成就 基本上其他人都不算了 我们讲一个对原住民 基本上就变成说好像一个文明化的历史 你讲原住民的历史就是一个文明化的历史 当然还有更多部分是被忽略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有50万人口的印尼新住民 这完全没被提到 他们对我们台湾社会有很多贡献 像几年前新义县的节目还在做的时候 我每天经过那个地方 我带着我女儿上去 我会看到一些很早 一些带着安全帽的一些先生们从地下爬出来 到台湾来很多人 他们对台湾有很多的贡献 我们的历史没有他们 这是一个 第二个人在中国史的方面也是取在地化的 他比较强调的就是 台湾跟中国在政治上的不可恨戈的关系 所以我也有点建议 在两汉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 建议高中老师在选书的时候 仍然选问题相对较少的 旧白季的一克纲 所以教会说不要选104的 会后悔 等到邻交的小朋友 我相信多数高中老师都是受过历史训练的 所以他不会按到104克纲的课本去教了 我知道他们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可能很懂得变通了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表个态 就是说对104克那种表演 告诉这个政府你做错了 重要的就是这样 政府做错的时候 如果你不吭声的话 你就容许他 就默许他了 那这个不是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做的事 我的看法是这样 当然主政的面积程序跟专业的问题 我想大家谈很多 如果我可以略过的话 我们就略过了 我简单来讲就是行政程序 稍微做过一点行政的人 有一点行政经验的人 应该就很熟悉 什么叫有法依法无法人力 那你不按程序办事的话 老师就便宜行事 他的坏处制度 会造成行政纪役当善 行政系统会崩溅 而且在里面工作的人也很痛苦 你看那个国教署的那个吴钦山署长 对不对 他被逼急的就是做我愿 不是我愿意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口饭很了解 他是人啊 你让他在这种结构里生活 他就没办法不这样 其实我很同情他 这样了解我意思 我不会特别骂他 你这个没骨气的家伙 我不会这样骂他 或者说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很难不这样做 所以 为了富贵他可能可以蒙着良心死坏 像这样 所以那个结构要把它给搞清楚 换句话说 那个行政程序是很重要的 你要有法依法无法人力 该怎么做的怎么样做 那让人的尊严能够维持住 那我们如果以拿过去的2008年以前 这个科刚从研究小组 科学大会到省议会 他的检科外证 原来都是有一套公开的管理和程序的 他的目的就在保障这个科刚的公益性 那科刚呢 将来是要依据科刚制作教科书的 教科书呢 是要让下一代有一个对过去的老老实实 实实在在的了解的 所以我们说他有公益性 他有了这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了解 他才能够对未来做出一个比较接近正确的判断 我们说他有这个公益性 所以他希望能够照顾到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专业属性的人群 不同的地区的人群 还有不同的地区的人群的人群 还有这个交跟书使用者的权益 这是应该做的嘛 你不能闷起头来干 搞黑箱 今天不啦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白黑箱的这个科刚活动里面 大家不断强调成具政治重要性的一个意义 这是跟去年那个318 我现在在座多数大家都对318有印象嘛 反黑箱服貌 就是民主社会它慢慢成熟了 它就希望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让大家知道嘛 所以比如说谓的资讯公开法嘛 这个要尽量的 让这些人看在阳光底下嘛 大家反正是这个政府走回头路 或搞破坏民族体制的做法 那如果眼光放远的话 就程序问题来讲 学者们已经建议了 就是我们将来要在法治上做一点修正 那让那个师生 城乡不同族群的这些主体观点 可以受到多点的考量 也让学术的专业跟自主受到充正的尊重 那第二个呢 就讲学术专业了 学术专业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让这个社会 能够更有效率的运作的一种东西嘛 你如果尊重学术专业的话 那我基于对你的那个专业的认知 那我们就可以 比较有效率的 在具有互信的基础底下合作嘛 你就不会一天到晚要出来收烂摊子嘛 擦屁股嘛 做这些的重复的工作嘛 那 那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 由外行冲内行嘛 由外行左右跟知识内行嘛 那不仅浪费时间精力 或其他的资源 那对社会自发 所产生的合作机制 加成效果也会造成负面打击 这样的话 你将来会造成一个 长远来看 它会造成一种坏的文化 那坏的文化是什么呢 我们的社会重新回到冲刺造的状片狼中的江湖里面去 因为他不是专家嘛 所以他就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安插进来搞这件事情嘛 这会导致一个很坏的文化效果 好 那可是有趣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长 不觉得那是史专业嘛 所以陈天他说 也不找面对的瞎话 我现在就撥刺一下他的瞎话 他的瞎话就是说 他把事实的真假问题 当成解释观点问题 他常常讲就是 新旧科刚刚就是观点问题 错 这就是真假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夏文化 那是不是个真假问题 有没有的问题嘛 不是观点问题嘛 你没有证据 你怎么可以说他有呢 这不是解释观点问题好不好 这个真假的问题 那汉武帝明明就不是文字政府嘛 那你怎么说他是文字政府呢 这不是解释观点问题好不好 有太多证据可以显示 这个汉武帝是非常讲究暴力的 对不对 所以我插一下 就是说当时大家都在谈说 这是一个时光不同的问题 其实我们说法是正确 对 我现在就是 这个意思是这样 第二个呢就是说 他把这个历史当成半家拉久了 那在座有很多这个高中老师 高中历史老师 国中的历史老师 你们要当这个历史老师 你们要受过长期的训练嘛 对不对 学校大学了四年 至少大学了四年 然后现在还要教程的训练 我替你们算一下吧 至少要六年吧 你还要实习等等吧 现在我们那个吴世华部长 上去不到半年 他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写历史 他说好棒 可是我们这个写历史可以像办加拿大酒一样这样做 他搞错了 我想这个是不对的 历史有它一定的行规 走到哪都是 走到美国也是 走到英国也是 像我们偶尔都要出去开个会 你写的东西出来 我都想就是说 这个吴世华可不可以写一篇 让我们沾咬一下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做到的 他怎么做到 在半年之内就变成一个历史学者 那主导文洋科刚 马英九 周云鹏跟王老伯 我肯定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 所以他们明明是历史外好 就可以大瓦剌地对这种历史课高 该怎么处理或公开 或黑箱的下指导期 你们喜欢这样子啊 那政府对教育主管当局 为了政治利益 或者是个人的偏好 染指教育 扭曲历史 让原本追求真相的历史 知识活动 变成宣传官方意识形象的工具 短期来看是他好了 我先诠释特定团体 你很爱中国 那你看到马英九 好感动哦 他终于拨乱反正了 我们不是在这个角度去看的 我们看的是 事实真相嘛 是不是这样 但长期来看其实是毁了我们 为什么 简单讲 我们不能活在不实在虚幻的事情 那会让我们对未来做出错误判断 那他们现在自以为是啊 因为他有权利啊 他有权利啊 他可以继续自以为是啊 但自以为是到什么时候 明天5月19号 那虽然外人觉得他们快乐得像屋里头 你知道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反 黑箱的这个科康活动里面 大家不断要求这个教育主管当局 甚至是执政的政府上下人员 应该要尊重选出 历史专业的一个意义啊 我这样讲 为什么他们会弄到自己这样的一个处境 因为历史学界的人 基本上没有人敢帮他们 你知道吗 历史学界的人 你去帮他们 当然有 我知道有 而且我知道聚起了哪些人 但是呢 他不敢大当其国 他连名都不敢挂 你知道吗 因为他怕走出来以后没有朋友 大家就千步所指 哦 就是你 你看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谈克刚的定位跟存备的问题 克刚的问题 从操作的实物上看 不安心的面向其实很多啦 层次很复杂 每个环节都要耐心的了解跟处理 但因为克刚设计方面面很多 所以一吵起来 你看民间跟政府一吵起来 好像就没完没了 那也很容易 让一些学者呢 有心要把事情做好的朋友 就感到挫折了 你看搞了半天 我到现在没成果 一个可能有成果的地方 大家好像有多一点觉醒 民国2014年 就是2015年 是大家意识到 哦 中学里面有理史课 的这一年 换句话说 他总还是换起了社会的注意 可是实质的成果是什么呢 教育部基本上还是不改 他基本上不会收回错误的课纲 甚至他还透过好多的行政手段 把一些中学校长叫来 说来 我们替你们做普通教材 你们如果用旧课纲的 那我们把新课纲里面有的内容给补进去 用这种方法 那特别是一些国立的高中 你看他们通常都必须很乖 为什么 因为教育部直接控管他们的经费 用这种我们看不到的行政手段 去做这些事 可是表面上告诉你们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两种版本 可是事实上 后面 不断的有这种消息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在做另外一套 所以说一套做一套 也因此呢 在反克康 反克康的政情这一方面 现在 也出现了几种常识解套的情况 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克康 克康有了克康就提前的麻烦 再开始 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克康的话 我们就柔性理的克康 不要死因克康 首先柔性克康 柔性克康差别在哪里 柔性克康叫建 柔性克康叫做规范 我这样的描述清楚吗 就是说 你一定得写 那叫硬克康 但是我就说 你也许这样写写吧 这叫做柔性克康 那有的朋友认为呢 如果克康不根据专业 那变成洗脑工具的话 它还是会变政党文体的一个 对历史教学的稳定起来不好 所以伏地抽筋之计呢 就是说 啊 要得表克康 那有的朋友呢 就认为 克康太繁琐 太硬了 那结果让克康呢 一纲多本的精神不见 所以建议呢 将来说要求克康越柔软越好 我的想法是说 嗯 这个可以有一点道理 可是呢 我想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有些保存 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克康的纯备问题 我不主张废掉克康 我不主张废掉克康 我们要厘清的是国民教育的目标 受国民教育是国民的基本人权 那克康基本上是保障这种基本人权的一个下限 你知道这个受教育的人不是只有在 你看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们 基本上你们都是志愿比较丰厚的人 我们跟偏乡的小朋友不一样 这样了解 我们思维理所当然的东西 对偏乡的小朋友来讲不一定 所以如果有个克康的话 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基础 让大家的受教权能够有个下限做保障 那提出这个克康要废掉这个主张的同时 要考虑到一件事 你把这个克康取消以后 你有个其他支持系统 让这些比较弱势的人 也受到相对比较好的品质的教育 所以光是取消克康 他制造问题不会比取消问题少 另外呢 我觉得克康应该要保留下来的另外一个优势 我们脑袋里面要策略性的考虑 这一九九零年代以后 这个克康呢 会出现 变成我们可以来 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来发挥的影响力 就是那个克康可以由我们民间来做的 就是学者来做的 可以让他自由的多元的发展 可是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国民历史教育内容要不要有公约束 从两方面来说 要不要有公约束 第一个 我们的转集这一年还没上过咧 前两天 应该上个星期五吧 我的一个博士班同学 他现在正大胎是首席上的理事中 他呢去参加坎克康活动 去接环岛回来的同学 他在2001年到2008年之间 他很努力地做一间公司 工作 因为他是研究中国境内史 他在追国民党的党产 那个追了三四年 他就告诉我说追不下去了 没有资料 为什么 人家不会提供给你 国民党就死不给你 这样聊聊也少 所以我们离这个转集这一年还远得很 台湾的历史变迁 其实也不大能够充满讨论 你看你现在去访问 那个什么白痴恐怖的家属 28个家属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讲 很痛苦 那是很大的一个伤痕 然后你多讲一点 人家说你台独 对不对 像我跑出来讲这个课纲 我就是台独了 但我不会这么说 人家说我是台独 我就变成那个poison了 我就觉得你对我也是赞美了 因为我没有流血 没有流汗 我就可以被你称作台独 好棒 好 这是第一个了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还有学测 只考 这个东西你不能差太大 对不对 不误实 你如果多本的差异太大 大到无法评估这个学习成效 你教这些学生怎么办 他最后还是被迫 要回到一个共同的课纲 所以我想这个如果没有课纲 在现阶段也会成为 历史教育上的一个大问题 有到一日 当这个转型正义的工程上路了 台湾地址的基本事实 一直得到充分理性跟认识 我想这些东西就可以讨论了 那个时候台湾智慧更成熟了 要不要课纲我们就来讨论 比如说台多人写台多人课纲 台北人写台北人课纲 因为城墙差异慢慢没有了 如果我们台湾智慧 已经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 我们就来试试看 那换句话说 我们是需要一个纲的 只是我们不需要这个纲 被政治人物拿来操弄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 它能够有活泼多元的一个面向 可是我们要留意 课纲的这个凡或简 或刚或柔的调形 其实有一件事情我就要提醒 其实跟教科书的审定机制是关系比较大的 以前我写这个教科书 我写过教科书 因为课纲还不很凡 写死我 为什么呢 到这个国教院 那时候叫国立编音馆 他们的审定小德 他们就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要改 那个地方要改 那个地方要改 可是我照你们课纲写了 然后他们不够 本来我只写2000字一个节 就他们给我增加到5000字 然后我到高中里面去 跟老师讲的时候 这个字 5000字的时候 那个高中老师就说 你们喜欢这么多干嘛 你们不知道我们会交死吗 然后我就很无辜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审定程序 其实是对教科书 它的产生有好大的影响 那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审定文会 政治人很容易伸手进去 他可以用技术犯规的方式 教你怎么写课纲 教你怎么写课本 所以课纲定的很漂亮 没用 这样明白我意思 可以这么说 柯刚的这个板减 它的这个钢柔 其实是个制要的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将来一个就是说 你要改这个审定的办法 调整它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就是交给这个出版社去自主管理 他们去找人审 用这种自主管理的方式来做 因为不管到哪个政党手上都会一样 好 这是我的建议 所以总结上面的问题 我就分量没有回应 第一个就是说 就公民的历史教学来讲 废制柯刚的条件 恐怕还没成熟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份 另外一个就是说 根据柯刚书记的教会书是只有必要的 但重点呢 恐怕要注意这个审定的机制 好 我还有段小时 这个是 对 学历史呢 是为了什么 刚刚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 提到这个问题 一般说来 我们过去谈到的就是 学历史就是学过去 所以我们的眼光通常会晃到过去 像我太太都是这样的一些 我太太跟他介绍 我就说 我家这个老公非常喜欢废墟 喜欢坟墓 和喜欢碰茅坑 废墟跟坟墓你们好了解 那破茅坑为什么 好像我这个人很脏 不对 因为破茅坑里面出现了很多 大量的竹简 汉代人的阿兵哥 最后就是用 回收了好多遍的竹简 用来写工人的竹简 变得很薄的拿来上厕所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拜他们之刺 一看到他们在厕所 就开心了 但是一般的印象 就是你学历史好像是在学过去 但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要了解过去 为什么小学中学里的同学 要学历史 他不是为了要满足历史学者 一厢情愿的知识好奇 像我太太眼中的我 另外一个呢 他也不是为了协助主政者 全市集团来打造幻觉 实现他们的冲击 或者是为了某些对文化的殖民者 比如说什么抢救什么联盟 来虚构奖项 继续维持他们的论述霸权 不是这样 其实在公民教育的层次上面 我的想法是这样 是为了要认识自己 异己所构成的环境 是为了了解现在 是要了解当代 要了解我现在所处的环境 怎么来的 是为了未来打算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 我们认识的历史 虽然是属于过去的 但我们的动机是当代的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课题去讨论 其实是当代的 我们总是跟身边的问题开始 可是我们的目的 是要指向未来 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的 所以学历史 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学过去的事 可是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 现在是未来 我们是希望通过历史知道 今天的世界怎么形成的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也才有法子去揣渡 未来世界大概会往哪个方向走 也就是说你对过去的了解 越实在 实实在在的去了解 如实的去了解 就越容易去对未来做判断 好比说你要去判断 一只股票将来会涨还是结 你一定不是为了娱乐 才去买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希望它去涨 那你需要读好多的资料 这些资料越真实越好 是不是这样子 多数的年纪学子恐怕不是为了老人家 想要缅怀逝去的美好岁 而去读历史 像这样 我去我的爸妈就很开明 她就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好开心的爸妈 对不对 对我们所做的事情 一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只要固定之后 缴钱就好 像这样 所以她不会要求我们去福音她的那一套 而是要为了自己将要面对这个抉择 为了降低风险 勇敢的开创自己的未来 为了提升自己的视野 丰富自己的生活品位来独立思考 我们是希望这样子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去想这历史教学 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什么呢 从在地跟当代的经验出发 去学习批判的阅读思考跟见导能力 希望同学可以透过事实的重建去吸取经验 让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有趣一点的又有人味的人 好 所以我这边做个小字总结 前面就问题来讲 在怎么处理未来公民历史交流问题上 我提几个应该注意的方向 一个就是科刚研绎的程序跟专业性 这要注意的 第二个教会书的编写跟审定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我们以后要留意的 第三个就是科刚的在地当代跟前瞻色彩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你不能老是老掉牙 像我们现在看到104科刚 好像回到 我大概是在19 我是1977年到1980年在念高中的 我觉得104科刚跟那个科刚没有什么太大差 除了就是说两岸分治以前不会这样讲之外 差不多的 好 两岸分治 没有的是 当时 那时候就是 汉者不两立 我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好 那从学习者主体出发去考虑这个 未来历史 教会书的科刚的设计的话 那我过去是参加过在98科刚的经验了 我就怎么样设计科刚 讲讲当时参与的朋友的一点共识 和我自己的一点考虑 第一个我觉得这要精简课量 刚刚那个杰瑞老师其实已经说了 现在那个高中历史的课量实在太大了 那教学现场老师也没时间 学生也没时间 老师就拼命赶课 学生就拼命的背 所以你说他到底学了什么历史呢 通常就是说 就像我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一样 我只要一毕业了我就把历史扔掉 所以我第一次念大学的时候 是念化学习 不是念历史习 我到了大学里面以后 我有自己的疑郁了 我开始可以动自己的脑筋了 我反而喜欢一张历史 可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喜欢历史啊 因为压迫感太大 东西太多了 你就一直要背 那很头痛 那第二个呢是调整框架 在待会我们会细讲 那第三个是略股详经 第四个是结果取向 第五个是影响声乐 那下面我再细讲 第六个是教学细胸 为什么要经典课程 我刚刚讲了 历史课的时间不可能多 这里我也提醒大家 要密切关注十二年国教的课纲 总纲 那个总纲啊 历史呢 会放到公民 跟公民跟地理合科教学去 所以它的时数会大幅降低 那不可能增加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朋友之间有一个讨论 将来要拦这个十二年总纲 十二年总纲已经公布了 一零三年十一月已经公布了 可是呢 这个要请他回去重义 因为这个会变成社会科的一个现场灾难 和科教学理念不是不对 但是呢 他现在没有操作的基础 就是说公民历史地理的三科老师 他平常还没有对话 你现在就要帮他三科和科教学 这会出问题的 老师要把这个 马英九的政绩呢 挂在前面 所以十二年国教一定要在他卸任前通过 这不对的 教育是长远之际 那如果在这个架构底下 我们来看的话 那现在的每个单元的课程内容 一定要深法精简 否则很容易就会形成教育现场灾难 所以除了这个科纲的内容精简之外 我知道九八科纲里面 那时候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它有留白的 比如说一个学期十六周的课 那个课纲只写到十三周 后面三周是交给老师跟同学去的 自己操作 那不管 我们当时的想法 因为当时讨论的时候 就有人说 老师怎么会拿去 那个 带同学们去做活动啊 一定都是在补课 对不对 可是你要把这个自由交给老师啊 慢慢的 慢慢的 他们就会有一些自主性的做法 比如说去做个实际考察 那现在有好多老师 他们就带到 我们学校附近的庙语去考察一下 庙语可以看很多东西 我有一些外国朋友 到台湾来访问 他们希望 看具有台湾特色的文化是什么 庙语 当然有另外一批 就是我要吃小吃 那是另外一种 但庙语是蛮重要的 了解我意思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让老师有余裕 让学生也有时间去动动脑 动动手 那刘白的精神呢 其实呢就是要让同学们有机会 去具体的练习跟体会 什么叫历史思维 把这个东西学到身上去嘛 我们不是要让他成为历史专家 历史专家就是 一千个历史EBA的同学里面 差不多只有一位 后来会去当历史学者嘛 你要考虑的不是这一位 你要考虑的是另外的999位 你要留住的是他们的胃口 和探究的兴趣 和那一套钓鱼的方法 所以你不是把鱼通通给他 这样你就可以考上 跑大学台大医科 不是这个 这个重点不在这 所以这个课一定要精简 不是像现在 什么东西都塞进钢铁 第二个要调整框架 我们现在的框架 基本上还是沿用这个 台湾史 中国史跟世界史 对不对 这个好像对大家来讲 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过去的 目前是这样的 那101克缸呢 它把它变成 中国史又扩大 变成1.5册 实物上应该是还需要两学期吧 对不对 实物上 你会挤压到台湾史 或者是世界史 所以实际上 你会变成花了两学期 可是 就是你没有时间教 刚刚其实 齐瑞老师已经讲了 但没有什么时间教了 至于三年级的 有一些旋游课 以文化史为名 继续填压了 有的时候 有些组的同学 基本上就不念了 就是第三年级的 显而易见 微调的一中刻纲 希望是以不成比例的 中国史来 穗行主政者的偏好 但是我认为 台湾的新一代著名的组成现况 跟未来的需求 并不相称 中国史过大 反而并不符合 历史教学的一边 因为对他没有感觉 了解 他没有感觉 他有感觉是什么 他想了解一下 每天去吃的越南餐馆 或泰式的料理 这些新朋友 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我们现在引用好多同学的 妈妈是越南人 是印尼人 不能回家只知道叫妈妈 对妈妈有点了解 可是哪里有资源 让他们去了解 历史课本不是应该做这件事 你在制度化的教学体制里面 就让他们了解 你不这样做的话 现在台湾的问题就很多 因为文化差 会有很多冲突 会有很多冲突 所以我觉得 考虑到我们的 著名的组成现况 应该要对 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 要有更多的了解 要合乎别地的了解 所以我建议 未来的这个课纲 也许可以按 由近级别的原则 朝以下方向调整 第一个就是 以台湾史词册 东亚史词册 世界史词册 两册作为基础 来调整 那这个东亚史词 你说这个金老师 你一定是个台独 你是去中国话 不是我现在是把中国放进东亚 你让那个中国呢 你对中俄了解 更具动态观点 了解我的意思 不是环绕他中心来理解 比如说我们过去对日本 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台湾日本就说他是大革新 对不对 你就说他是汉化 你谈到这个韩国呢 韩国就是有儒学 可是韩国人不承认啊 他还说孔子是他们家人啊 你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 互为主体的认识嘛 你要把人家当成主体来认识 那你要把 放进东亚史的框架去理解 那第二个就是选修的 看能不能恢复的 专期的做中学的这个课程规划 让他们能够 有多一点的操作的空间 再来呢 我讲的略古详经 略古详经 已经是史学界的常识了 司马迁其实就是略古详经 可是我们过去 好像不这样的 觉得越古老公越好 特别是要讲那黄金三代 夏商之后是必提不可 你看那个印尼斯科刚 一定要讲到夏 他才甘心呢 他才觉得这个中文化有个源头 以前更过分了 他一定要把你扯到北京人去 那我上大学的时候 还告诉我说 北京人不是最早的 更早的是那云南的原谋原人 两百多万人 可是我那个时候 在念历史记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他们是人吗 这样的了解我意思 其实略古详经为什么重要呢 从学习者观点出发 太古老的 甚至因此语言不详的历史 其实很难跟自己的当代或在地经验结合 在公民历史教育的层次上 很容易因此会扼杀他们的知识味口 跟思考问题的评论 所以我们也不要忘了 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中文学生 在毕业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专业的人 协助他们读历史 包括中国史在内 那些五百年以前的历史 就让历史学者去做吧 那他有的时候 去上国家地理频道跟你说 哦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你看看那个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在学校里面 学那么多那个东西 那是浪费时间的 从多观点来看 那第四个 我们讲结构取消 我们现在看就是说 我刚刚批评那个 我一条客刚没有系统性 说他没有系统性 就是他没有结构观点 什么都有结构观点 就是说 我刚刚有讲 我举吴钦山做例子 他放在结构里面 他就被人家表现了 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的动态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是 这个结构型的观点 而不是考虑个人的惩败 或个人的善恶 那这点我们看正常媒体的 每日头条应该就不难得 就不知一二了 通常正常的媒体 他跟你看着头条 每天的头条 应该是政治社会 经济发生的大事 对不对 不是说哪一个人 因为犹度深恨 把对方给干掉 你看到 我在讲一个是 上礼拜六的头条 《苹果日报》 是这样 那你了解 所以我们大概还是 从政治社会 跟经济的结构面去入手 让学习者了解 批判的阅读 跟系统性思考的能力 你要了解这个大环境 怎么样影响个人 而不是把这些 历史上的重大变化 诉诸个人的成败 比如说 以前我们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们以前早晚就被 商鞅王华 为校文定王安始终正 然后底下就要 开千墨封疆 战舰 军填 七苗探尽陆地 背了半天 这有一些字眼 我还是去Google出来 能穿新 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知道吗 好 你自己都背不住 但是我这样了解我意思 因为你没有feu 你看了东西 你就是没有feu 可是我跟你讲 大股农历 事件 你就可以开始关注了 国家就是透过土地的手段 去压榨人民 这个我就知道了 你会记起来了 这个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你说穿了这些东西的目的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增加国家税收 增加国家税收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做福利事业吗 不是 通常都是为了皇帝 有权利的人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就是它厚度结构性的因素 所以能不能批判 能理解不同时代的国家 怎么透过以法律为厚正的 土地财税政策或制度 去控制压榨民间社会 这样了解我意思 那你可以了解到 它其实有现实意义 你也许要这样理解 这样明白我意思 对同学来讲的话 它就有感觉了 这个商鑫为什么要开 这个封疆签磨呢 因为它富国强兵嘛 很简单嘛 它考虑不是照顾农民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田种 大家有饭吃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建议 未来的柯刚 不要无所不包 而是应该选择 具结构性的一些 历史签面作为 柯刚在实践上的设计重点 那这个呢 才能够跟前面讲的 今天有柯刚配合 也不是每个面都去交 然后没有系统 最后呢 到此第二个 讲的影响声音 有些因素 比如说 大家都觉得说 微调柯刚里面 很喜欢儒家 觉得它跟文字政府的形成 很有关系 那儒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 对象就很重要了 但是要从什么角度切入呢 我们其实可以找一个现实的例子 这样一个话很喜欢儒家 今年五月底他到香港去 还到新加坡去讲儒家 可是去年的 318大太阳化运动中 动文警察觉得痛痛痛暴敏 好多学生都是暴敏 武力相当的也是威文儒雅的他 所以我们这样考虑儒家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他是支持文字呢 还是成为维席暴政的借口 我们可以去这样做思考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 所以重点是我们是公民 公民的主体观点是什么 我们去挑选这些 这些影响生严的面向 把它给找出来 对我们感兴趣的 如果不理解 就因为他不是儒家 他怎么会这样做呢 那我们就去研究他 他的儒家是哪一国的儒家 再来我们看一个教学需求 在台湾中学的同学学习历史 一定会碰到考试 不管是会考学测或是指考 那这只是个现实问题 那所以课纲将来要怎么样呈现 才便于编写教科书 便于评量学习成效 又不是让培养历史 是为能力的理想落空 我觉得很费斟酌 那未来的大考中心 应该是会往考生分级的方向去出来 那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大家将来还有个讨论 现在就先把它提出来 大家一起思考 课纲不能天马行空 你还要具体考虑到 在现场教学的老师 他怎么样协助同学能够顺利的升学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层面 我的报告大概到这 底下我就做一点简单的小结 我做一点总结 第一点就是104学年 第二学期的中国史教育出 建议用旧版 别用微调清版 这为什么我刚刚已经说明了 第二个就是不管是理想或现实 我想课纲都不能免 但是研修的过程要注意 要按程序来 要找专家 要重视专业 和不同公民群体的声音 你看我们现在的104课纲 这个上面有原著名的声音 也没有新著名的声音 非常可惜 台湾不应该这样 第三个就是要保障这一点 程序要法制化 要公共化 可是要留意 要留意学术专业跟自主 学术专业跟自主 不是以指法令就可以做到 这是要长期形成的一种社群的默契跟自律 所以有些地方不能规范太细 第四个就是 课纲的刚柔反解 应该不是重点 应该把改善重点 放在教科书的审定机制上 或者就是松绑 或者就是说出版社来自主管理 第五个 课纲的内容 应该要以学习者为主体 考虑未来社会的需求 这样的 学习者才能够因此了解 以及具有人文观 才会这样 我们平常都不在教新住民 你要怎么让他关心期 他想关心 他的关心都要变得很辛苦 不是学校 就是学校没有尽到责任 第六个就是 未来的课纲 应该离开现行 以中国社会中心的设计 往台湾东亚世界这样的方向规划 第七个就是课纲的内容 要考虑到教育现场实际需求 我刚刚提的那几个原则 就是仅供参考 好 我这个简单报告到这里 就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大家好 谢谢老师 完成了全面的一个报告 我想先问一下 宋老师有没有来自第一线的回应 或者是其他无所回应 在座皇后 我真的有非常关心吗 其实接下来看9月 在10月 10月就是要选下学期书的时候 你如果是毕业生 然后你要回顾一下你的历史老师 哎老师你们要选新旧康 还是要选新的课堂 选旧的课堂 稍微回去给他关心一下 那为什么选新的类 为什么选旧 你可以问他一下 可能你由线起买 因为那种就是 反正懒惰 随便我就选新的课堂 有各种各种的想法 可是你可以试着 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 你要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这边也做一些补充 比如说 刚才其实谈到说教科俗 有没有一个史观的问题 其实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把那种民族主义的史观 一直把它放进去 就是所谓民族 或是国族主义 这个想法 基本上它其实是十五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才 它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它体现在什么东西呢 我们透过什么东西 去想像我们是一个群体 好 好 谈一下中国 比如说前一阵子 习近平习大大好 他去法国访问 他就是法国人讲说 说 中国呢 虽然你说说 中国是一头碎尸 可是这头碎尸 他醒来之后呢 他们会咬人放心 法国人一头雾水 因为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从来没有谁说过 中国是一头碎尸 好 那这就是一种 规格国陆和想像 那另外还不知道 还有什么东西 比方说我们讲病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会原来是形容土耳其 所以是土耳其人生病吗 没有过些人 其他人健康 包括他们甚至 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健康 为什么 为什么他觉得中国人健康 他觉得中国人 这些华人移动 他在美国如此 恶劣的环境 他都可以胜存 太棒了 这些人太厉害了 所以那这个病夫子 是什么 他指的是国家生病 跟数字节的观念是一样的 是国家生病了 不是人生病了 那为什么他会变成 最后变成人生病了 因为我也有我讲说 你人生病了 你才会去意识到 我们是一群人 那这个东西 它就变成是一种 唤醒国族的力量 用尺度来去唤醒国族 这就给你理解 为什么每隔几年 我们就一定要派一步 我要打十个这种五大片 好 那可是 可是 这边借用一下爱自然讲过的话 他说 你属于是一种无瑶的癖好 你就是要罗兜兵 他自己觉得太文 被灯火所迫害 所以对他而言 你属于是无瑶的癖好 无瑶的癖好 无瑶的癖好 基本上你放在自己家里面也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 你把这个东西从你家 然后搬到一时课本 我就觉得怪怪的 好 那再来的话 你说比方说 我们在了解 像这样一个城区正义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反映出 这基本上是一种中国的特色 怎么说呢 好 中国是一个大的东西 原来的方法不行 他就会再利益另一个新的机构 比方说 我是皇帝 我有一个丞相 我不喜欢这个丞相 我找尚书令来代替他 尚书令我再不喜欢 找中书令来代替他 中书令不喜欢 我就找门下市中来代替他 最后你看官僚机构不断的膨胀 就变成 十八世纪福尔泰说的 中国的官僚机构 非常的成熟 非常的庞大 非常厉害 那这反映出的问题 就是基本上 它是一个人质社会 他只要觉得原来的方法不通 我就要安插我自己的人的进去 这就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克刚 唯一条小组 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个小组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违反程序 那为什么要说这样一个小组 因为唯有这样一个另立 重要另立一个新的小组的方式 他才有办法贯彻离道友的移职 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见谷之境 古时候发生的事情 跟现在的法队的对比 那他反映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故 过去是一个人质社会 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 今天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自然 你是不是红的随便 可是你在台湾 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在里面 有 然后我们谈宪法 我们对于民主宪政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把它视为是一种核心的价值 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价值 所以今天在座各位 不管你发表任何的想法 我都觉得非常的棒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台湾 我们想要言论自由 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可以反 你可以反反 你可以斑斑斑 随便 好 再来第三个 我们大家都说其实 呃 课程真的太杂 在座的大学生 以一个学期修几门课 我们不要算绝分数 我们说你修几门课 你知道现在高中生一个礼拜 他要上多少种课吗 最起码有16到18种 你就想想看 如果说你是大学生 代表你要修几堂课 会不会爆掉 会不会爆掉 我就说 我们是不是参杂了太多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高中的期待是什么 如果说今天我们对于高中的期待是 他是你未来上大学要去做准备的话 他是未来上大学要做准备的话 那我们需不需要加入这么多的科目 还是说 还是说 我们真的能够落实选修这件事情 是 你真的可以选的 你真的可以选的 好 那最后 最后 其实我们也说 呃 不管是说 我们讲到说 不管能够把宪法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 所谓的国主想象的工具 或者是说 我们在念历史 其实还是要回答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念这些东西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于思考 在于思考 我们再回应一下 就是说 刚才金老师讲到的那个 江一话 江一话本来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最近 这么爱无家 因为他以前不爱无家 他以前比较爱的另外一个西方学者 叫汉纳厄兰 他就是提出所谓的平庸之恶 恶是平庸 好 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个平庸之恶 他在解释一件事情 为什么人类会犯下 纳粹卜杀犹太人 这种严重的历史错误 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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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研究的案例 告诉大家 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来自于 我们对于事情的不思考 也就是完全的依法行政 完全的 不去想这件事情的对跟错 当我们放弃思念 当我们放弃思考的时候 悲剧会发生 好 我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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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还有三个小时之间 因为今天刚刚两位讲者 讲了不少东西 我想可能观众 可能也有很多可以回应的 或者有问题 或者甚至有指教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出来 那所以我们下周开放给大家 提问 那我们先来三个问题 好吗 有没有任何想要 对讲者说的 或者是有问题要问讲者 一位 还有呢 两位 好 那就先你们两位 好 那先 那先 为后面留意时间 所以大家大概二要一点 好 谢谢 谢谢 我这边有三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就是 金老师 你上一次在 教育部面前 我已经跟你提了 对 我不知道你 怎么样回应上一次的那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推出来 很多次的 不好意思 那上一个问题是什么 对 你还是把上一个问题 对 你要讲一下 大家不知道有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会清楚一下吗 那很简单 什么叫做历史 什么叫做历史 什么叫做历史观 什么叫做 不同的历史观 你要如何判处 那历史的判处的依据优势是什么 也就是讲说 我们要彻底的板起历史 它到底是什么 那 那你通通讲说是 你看完了以后再跟我回应 那到今天 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到今天为止 还回应回来 那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说 你讲说是 结构 你要讲说是 系统的问题 但是我听到你整个的 阐释 你没有讲出 你的结构到底是什么 你的系统到底是什么 那第三个问题就讲说是 您在谈儒家 你在谈说 吴思华他在谈他的是 哪一个的儒家 那我就想请教你 你又是哪一个的儒家 你怎么谈儒家 我不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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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说 大家不要笑 因为我问他的问题是 你怎么谈儒家 所以说这是您的第三个问题 那这个儒家 他的最重要的那个意涵就是 历史 历史有行规 教育 有没有行规 如果教育也有行规 历史的行规 和教育的行规 两个冲突的时候 你怎么办 谢谢 好 谢谢 那第二位是后面那位 好那我想讨论一下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是蛮简单 金老师跟 琪瑞老师 你都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 我觉得 因为我们在场有很多 历史系的学生 然后也有 我觉得 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做一个历史专业的学者 或者说我们以历史专业为生的人 我们历史专业到的是什么 那还有这是我们的客观回调 采到的历史专业 作为历史学者 应该很重要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金老师刚刚讲得清楚 那我觉得 其论你去回答有没有问题 有讨论的问题 我们历史老师 我们客人 不能容忍的专业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一刻 那我们的老年全都要赞助 好谢谢 那 还有没有要补出第三个问题呢 那里有一位朋友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金老师把我分享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今天 呃 台湾它可以独立为一个国家吗 那 台湾会有所谓的国学吗 那如果有所谓的国学 那这个国学跟传统 专专业概念的国学 会有什么差别 或者说这个 它的内涵是什么 我想就教你 金老师 谢谢 我先问一下 为什么需要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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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们有各种各式样的全数 为什么要有国数 没有关系 我可以听听看 那您对国学的理解是什么 谢谢 没有这个国学的概念 没有这个国学的概念 OK 好 对啊 如果 刚刚第三个问题 暂时你们已经先开始讨论的话 那金老师 你觉得他们没有这个 台湾独立 也许台湾的国学的想法 那我们可以先暂停 为什么需要一个国学 就是 学问越多越不越好 为什么要一个国学 国学是谁 定义的 为什么需要国学 就是说 为什么要国具 为什么要国化 你有考虑一下 为什么会有国化 为什么国具 为什么会有 会有国语 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名称出来 为什么 就是 国家要定义一尊的 有一个想法 那不就是 集体记忆吗 蛤 那不就是集体记忆吗 你的集体记忆 还是同事的集体记忆 大家的 是吗 难道不是吗 是吗 难道不是吗 我同学不是 难道不是 难道不是 难道不是吗 经常一些国家找出 属于自己的 共同基础 需要吗 这有什么不需要 有什么论 需要吗 那你自己讲的 最小的公约数 那这个公约数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一个国识 那不就是国学了吗 大家要学这样的国识 我听不太懂 就是你们现在需要 有一个定义一尊的历史吗 你们需要吗 我现在要跟你讲 那个东西 你所谓定义一尊的 那个就是你讲的 那个共约数 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不是今天你讲说 这个不行 你要一个共同的国学 那倒不是只说定义一尊 能够让人家订阅 订阅员 好 那稍等一下 因为你们已经先开始讨论了 那 但是刚刚还有其他人有问问题的 金老师 你对后面那一位 第二个提问的问题的 有没有其他回应的 对啊 我想一个就是那个专业 那你为什么会跳出来 就是很简单 就是他们电脑黑板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简单一件事 就是电脑黑板 然后另外一个理由就是 这个电脑黑板 用那个正式的语言讲 就是违反学生专业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他不按程序来 他不按程序来 就是说 该有的行政局 他没有 你下次还能不能这样做呢 我就说 这一次国民党政府可以这样做 他以后还能不能这样做呢 这个不是可长可久的一个制度性的做法 所以做事情和程序来 这是可长可久的制度性的做法 一个公开的透明的程序 所以这两点 你是哪有没有定局的读言吗? 当然有嘛 当然有嘛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 就是他们把我们踩在那个地上 像吴斯华 我刚刚有举例子讲 他上去半年 他就突然可以写歷史 我就说 请他写出来 让我们再聊一下 那当然 但是我 我比较不会公开地这样宣示说 因为他让我们 很不舒服 对 不是这样 就要讲个理由 这样 OK 好 那请等一下 因为刚刚 前三位提问者的第一位 跟第三位 很快的就进入了跟金老师的讨论 那 所以我觉得 还是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部分 因为刚刚那个讨论之后 我把它一打断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那个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我先让金老师回应第二位的问题 那 首先第一个 您问的那个有关于 到底历史是什么 历史观是什么 的问题 我想等一下后面好像还有人急着要问 那 我这里先补充一个 在 如果金老师直接说 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那 在永和的小小书房 这个月的社会学的部署会 我的书就叫《何谓意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说的想法 抱歉不乱入 那是谁的书 那是谁的书 那是卡尔 卡尔 那本书可以看 我觉得他才蛮精彩的 我这边讲 讲的营养多了 我这边讲的实在是非书是很高的 所以不应该浪费大家时间 好 那当然这是 可能金老师比较可气 那 这讨论是这样可以再讨论 那我先讲一下 刚刚您提了两个问题 第二个是有关金老师所谓的结构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跟第三位提问者 也是 蛮相关的 只是我很好奇 你们两个各自想的 可能定于一尊的 或者公约数 你们两个想的 公约数不见得是一样的 但又不好开放 让你们去讨论 你们各自的公约数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们把第三个问题 就只放在一个跟今天的主题 比较相关的 也就是 您问的 第一位提问者您问的 就是 您觉得历史跟教育本身 如果出现矛盾的时候怎么办 我想这个是大家今天来的主题 今天今天有这个报告 可以重合的地方 跟金老师您可以想一下 我想他的问题是 历史就是这样 问题是为了教育 我们就不能叫真的历史的时候怎么办 我想您说历史跟教育 冲突的情况是这样 对不对 不是是这样 很重要就是 历史学者要我们尊重历史专业 所以同样的教育 他也要你们大家尊重教育的专业 那所以冲突在哪里 如果说都冲突 但是您提问的是冲突嘛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您原来预设 为了教育 不能叫这个历史 或者为了历史 不能好好教育 对不对 这两个专业 我没有跟你讲 我没有跟你讲这件事 我只是跟大家讲 因为他自认为他是历史专业 对不对 他就认为他是历史专家 然后他就叫我们去写历史课纲 写历史课纹 那因此 在他的经验里面 在他的历史里面 他应该已经超越过这个 他已经过了这个万局战 你现在讲话很像那个 訪問我的记者 不是讲话都不尊重 奇怪 做一个人 这么样不尊重 奇怪了 你受过教育没有 好 谢谢您 我们先让提问者把他话讲 我现在讲 我现在问的就是 他的核心问题 也就是讲说 他有公约数 他自己说他要有公约数 然后他过 他经过了这个穿越了万重山 那他穿越了这个万重山 他就要告诉我们怎么穿越 所以您的问题主要是 这个公约数要如何得到 对不对 公约数我已经讲了 就是说 你要讨论 你要按程序来讨论 我刚前面不是有讲吗 就是说 你要找学界的人 你要找不同族群的人 你要找不同地区的人 来参与课纲的研修嘛 这公约数是这样找的 那个不是专业 那个不是历史专业 那也不是教育专业 好 那个是行政啊 那个是行政问题 好 来 接下来 先等时间了一下 我们接下来 先让其他人来问问题 那因为这个问题 好像还会再讨论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先开放 让接下来三位问问题 好吗 我们准备完结束之后 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讨论 到时候可以再讨论 那您刚刚有举手 那后面他有位有举手 可以你们先吗 就这里 对 等一下 我想 我是学那个近现代史 我想要回应一下 刚刚有位朋友讲 那个什么 国术国学这些事情 其实 大概 国术国学这个词 那个大概是 这个时间没有很久 因为那个清朝的人 看的剧不叫国君 叫京戏啊乐系 就各个地方的戏群 因为戏剧有那个语言的在地性 所以你没有办法有个地方叫国剧 因为都听我 对 所以叫国剧 这是一个相对于西方的阿婆 之后你就说要有个国剧 然后呢 那就是统治者是哪一边 他就听哪一个 所以他讲那个叫国剧 所以国剧其实叫京戏 就是在首都的那一个 那国术也是一样的 国医也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在传统的中国里面 有很多什么蒙古的医生啊 西藏的医生啊 然后苗族的医生 这些医学都很发达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叫做国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当初 因为被西方列强入侵的太严重 然后就拿一个东西来保卫自己的那个盾 可是这个其实这个不用现在历史学者来反对 1930年 1930年刚刚金老师有讲到 像富士年固结钢 今天比较讲科学史观的这一些历史学者 已经都反驳了 所以这些其实大部分已经是历史系的学生 不太会去读或坚持的东西 我想现场有很多历史系的同学 应该都会很清楚 然后还有包括什么叫做历史 这是历史系大一必修课 所以这样我们讨论就形成一个麻烦 就是说我觉得这样 今天我们这样有点讨论 有点像跟那个教育部部长 他是那个教育部长 他是商学院毕业的 然后他可能高 他理论上一概是一类主的 可是他可能高中历史课都在睡觉 所以以至于我们就面会有一个平台基础 去跟他讨论 那我觉得有一个讨论的平台基础 就刚刚金老师讲的很重要的 就是说那个在现代化的 那个理性的知识概念当中 比如说要当历史老师 要当历史系教授 都要一定的养成过程 你不能说我今天业实 我差理大学 性差大学 然后我对读学很了解 我就可以去教历史课里面的 留学这个部分是不行的 至少这个是教育部 中华语学法律就是这样规范的 所以那个讨论的平台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很麻烦就是 我们定这个课纲的这位教授 他是中国哲学的教授 然后他只念哲学期 他一天也没有念过历史系 也就是说 他没有看过花历史的 history 这本书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知道 要怎么样跟他讨论这些事情 可是他又说 哪有花历史的 history 这本书怎么有很重要 没有重要啊 那我不知道 大家怎么把它讲 因为老实讲 历史系里面的课程 也有一些 专业的公约所有的 这些是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都有认可 但是今天是我们的教育部长 自己本身把歷史的專業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把它就是把它否定掉 所以我覺得也許可以回應剛剛那個有提到的問題說 如果歷史跟教育相違背的時候 那就是不要教育部部長 不是不要教育不是不要歷史 是不要教育部部長 因為他會搞清楚狀況 我覺得所以等一下我是不是建議說大家 因為今天我剛剛聽到 來特別的歷史系的同學非常的多 所以這邊應該在一個 就是某種程度的歷史的研究 還有其實歷史研究是一個專業 那歷史教育又是一個專業 比如說剛剛卿老師也講到 我們在高中教歷史的老師 基本上要收教育學程的 那這個教育學程不是任何一科的教育學程 是歷史的教育學程 所以高中的歷史老師 國中的歷史老師 是有針對他教的那個年段的 歷史教育的專業的 那這一個是應該要被 是被國家認可的 應該在討論當中是被 是被尊重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不是等一下 大家要有一個公約書來討論這件事情 來 這是我 謝謝 好 謝謝 那第二位朋友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碩士的論文是寫歷史教育 所以其實我有些想法就是 關於台灣歷史教育這一塊 其實說真的研究真的很多 因為就像我剛剛這位先生說的 教育歸教育 為什麼歷史 我們其實在座只要是當過歷史老師都知道 我們必須要修教程 教學法等等的 這是有一定的專業訓練 可是問題就來了 就像剛剛鄭老師說的 我們歷史學這麼多東西 到底是為了什麼 其實它是有他一定要學的一些概念 這些概念其實是對這些學生他們將來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不是要填充他知識 因為填充知識量一點畢異都沒有 因為他 我常常跟學生開玩笑說 你考完學生的那一瞬間 你的歷史就換給老師了 除非你又要當歷史系的學生 那所以變成說 我們用這些知識量到底要幹嘛 可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的方法 讓他學習 我以後再看不同的資料 我用這些方法去面對這些資訊 因為現在是一個資訊很大的社會 我們要不是 我今天還是一種 就像剛剛鄭老師講的 以前中國是所謂的天朝觀 這個天朝觀你還可以面對現在 面對任何國家 那這樣的天朝觀其實 就像台灣 台灣原住民就講藩嘛 東藩紀 那這個藩你可以這樣繼續使用嗎 其實這是一些 這是很多問題 那我們要不是這些東西 我們要是 給他這個歷史學人 那這個能力是 其實已經有在研究了 我們是有在研究 他們可不可以達到這個能力 有沒有辦法做到 那做到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用教學法配合 這個是 就是歷史教學 歷史教育 對 所以我們想要做到 但還在做 沒有這麼快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很新 它既不是歷史系在學 也不是教育在學 它是希望針對 我們的歷史教學做些改變 那如果以我所知 英國他們是1980年代之後才一直做 它是一個還在進行的研究 所以 能怎麼做 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還有很長的不要做 謝謝 我覺得剛剛也提到了一個東西 有關於就是 實學方法在高中教育裡面的空間跟位置 這個有沒有要補充的 因為剛剛金老師講的部分 比較是1234次 台灣中國世界史 然後後面的其實 並沒有很詳細的說 還有沒有其他部分 我這樣講 我覺得實學方法是要操作 你那個在實學方法論的課上面 你講那個抽象的原則 不太行 不如你拿幾個具體的case去做一下分析 就知道那個實學方法是什麼 那個行規那樣是什麼 因為它好多東西是潛規則 所以你具體的去用它 你就知道它做的對不對 你就知道那個它有沒有月限 是不是論在過頭 或者說你到底有沒有根據 你找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做 就很容易練習了 那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我們現在的高中教育裡面 沒有時間這麼做 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問題在這 其實稍微給一點時間 讓同學們操作一下 實學方法論的問題馬上就出來了 那很簡單吧 像在大學你怎麼做這個實學方法論 我根本不要上課堂上去 做這個實學方法論 講一大堆東西 你寫一篇報告一個 寫一篇讀書報告一個 寫一篇讀書報告一個 比如說兩萬字的一篇論文 你給我寫個一千字的報告一個 我就在那個你的報告上面問 為什麼你的理由在哪裡 這就是具體的訓練 可是這個在高中沒有時間 所以課量太多 所以我們剛剛一再強調就是要精進的課題 要選擇重點 就找一些具有結構性意義的課題來做 那至於哪些東西是結構性的課題呢 我覺得這要討論 不是說我說了算 所以我回回回回應您的問題 就是到底什麼是結構性的問題 你應該自己就應該有個想法 所以你才會提出來 我覺得那個叫做月鼠帶跑 我剛剛講跑 我剛剛在做報告的時候有講 有一大半是我們跟98科剛小組裡面的同仁 這個同仁裡面包括大學的老師 包括學教育出身的大學老師 包括高中裡面任教的高中歷史老師 大家一塊討論出來 還包括大學同學 大家一塊討論出來 那至於具體的內容 我覺得每個時代會在改變 你要把這個自主性交給那一代人 我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每個時代 每個時間 每個後面 它都要改 的確是這樣 學術的進展是這樣 學術的進展是這樣 你要把它設為歷史 當然 來救頭腦就一回來了 好 我們幫助人 對 但還是一樣 請稍等 讓鄭老師也回應一下 已經不少問題不少討論了 我頭腦壞掉的人 要幫他討論什麼 好 鄭老師 你不幫他討論 我出來討論一下心得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如何在教學現場 進行一些歷史相關的實作 就我自己操作過的經驗 學生直接拉到故宮 做什麼事情 我不做導覽 你來導覽給我聽 我的學生 在座就有人 就真的做這樣的事情 你不需要懂每一個東西 你只需要懂其中一樣東西 然後你可以介紹給所有人 故宮還有提供這樣的設備 你不用在那邊大呼小叫 他有耳機 你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實作 再來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不是泰山高中來的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 我如何去了解泰山 泰山後面有個石秀公園 石秀是誰的字 澄澄的字 就在那邊 我們就介紹這位黨國引導 再往下走 泰山為什麼叫泰山 跟當地的地方信行有關 當地有一個泰山岩 本來泰山地屬是形狀 後來怎麼樣分出來變成泰山 用什麼命名 用泰山岩去命名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談到的 歷史如何應用 以及 歷史我們怎麼去做 實作 好 那剛才有問到說 我們有沒有共同的記憶 我們有沒有共同的記憶啊 比方說 最近吳剛上映的電影 《我的上路時代》 大家會笑 因為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共同的記憶 我們都有同樣的報憑 為什麼流動的話可以過三十年 它還是沒有過期 這就是我們談到所謂共同的歷史記憶 當然 我們也有一些不同的歷史記憶 這就是前陣子有人在講 就是說 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面對的事情是 看過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能否擁有共同的未來 那再來的話 剛才 郭老師有問到就是說 呃 我們老師做的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 馬克服裝運動裡面的一個 參與 其實說 對我而言的話 我不知道就是說 其他我的同僚 那種想法 對我而言的話 應該是說 你看一下 一個學校裡面 要配多少歷史老師 的關鍵在哪裡 幾個半 有多少學生 換言之 學生在哪裡 老師就在哪裡 所以學生走出去 我不跟他出去啊 不然咧 就是說 學生他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說 我要對他下層之道氣 你應該要做什麼 你應該要做什麼 不對他很信 你應該要做什麼 那我在那邊做什麼 陪伴 陪伴 就很像家長一樣 所以那邊就是陪伴 好 那最後的話 有論到就是說 教育跟歷史的衝突 教育 如果跟歷史會衝突的話 那我就是衝突的完美結合 再做的歷史老師就是 衝突的完美結合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還只剩一點點時間 我想先問一下在場的高中生 特別是有參與在凡科剛運動裡面的成員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講的 或者什麼想問的 或者不同一台上老師講的 或者有要爆料老師的 或者有東西教授 有沒有 沒有 我想說先把這個時間留給你們 你們有什麼要講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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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想請問兩位老師 就是所謂的歷史史上 就是包含可能我做的小時候 但是也是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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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就是 超多大量的一些研究資料 還有 這個身體考上 這樣還會沒有 你做的是進去的 身邊的東西 身邊的東西 做的 那我換的那 就是實際考上 要不要做一些口訪 口訪 口訪 現在 再問你 你目前正在進行的作業嗎 你目前正在進行的作業嗎 我會期待 可以在做 這些東西 做的 後面有一個 台灣史的老師 林文森斯 在那 你可以問 我會說 有意思 就是我想自己回去 在那邊 去解決問題 謝謝 所以算是一個教學商 作為學習者的問題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朋友的問題 再一位 那等一下就可以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兩位講求 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行的 就是下面 我們看學生 在身上考慮之後 上面被分為 就是社會主 然後自然主 還有三類主 那 就是 我們都了解 就是歷史教育 如果假設 我們的歷史教育 真的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與老師來 針對學生 有後續 不是這麼多的天涯 而是有一些 一場的思考 對實際操作 那 對於 自然主的同學 應該有 類似的一個教學方法 就是說 一樣的文文思考 對 就是類似的 或是說 如果 那應該要怎麼做 這類似的問題 對 高中嗎 是 高中現在應該就可以做得到 是吧 只要課不要那麼多 應該就可以做得到 沒有差別 社會組跟自然組 應該沒有差別 對自然組的同學 通常 可能在座不知道 自然組的同學 通常自然組的同學 對你們的收費課 是看到非常沒有興趣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自然組啊 我高中自然組啊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課 不是壓了那麼多東西在裡面 就是有些東西可以去操作 自己動手做一下 四處去看一看 說不定就有機會拿出 對 好 那老師 你有沒有要補充 因為剛好 你的難題 我自己在代理時期的時候 我就叫做自然組 可是叫自然組 我比較開心 第一個 自然組的腦筋 學生的腦筋 他們通常比較活絡 對 你要做比較強烈的 你要做比較抽象的 好 為什麼說他比較活絡 主要是因為我這個 數學語化時間都會完全不通 那 比較活絡 再來的話就是說 因為他們本身 他們本身對於這麼學科 其實你要說 難道說社會組 這歷史比較有興趣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 自然組你反而就是說 反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看 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你就不會被課程所綁住 有的時候我就說 因為社會組 你把它當作是一個主科的話 有的時候 我們就會受到這種進度的壓力 那我就說 我要教什麼 要把它教完這樣子 但是就自然組而言的話 其實反而有更多探索的空間 但是各個不同老師的想法 但是對我們言的話 我認為是說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探索的空間 我們可以針對某一些議題 可以做比較深入的談好 我們打個比方 比方說我們談到 其中時代的 很非常重要的談到 天賦權利 那我們就會進一步 再談到 天賦權利有哪些權利 然後 它衍生出來的一些跟自由 或是跟我們現今社會的一些辯論 我們怎麼去談這些事情 那這個東西它就可以結合公平 去談的 那這是我認為可以做的事情 好 謝謝 那因為我們時間快到了 我想最後 因為我們今天這一場 是跟反恆鄉克剛行動聯盟一起合辦的 有沒有反恆鄉克剛行動聯盟的夥伴 要說一下 接下來你們要做什麼 讓大家知道一下 玉璇 玉璇 來來 到前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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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璇 這個 這個 謝謝 不要 大家好 我是反恆鄉克剛行動聯盟的秘書 那我叫玉璇 那我本次也是在日本的教育之間會認識 因為剛好有本是 克剛宏的就是秘書處 但其實在這邊發言其實都有點惶恐 因為這邊有很多就是課綱謀成員 那就會覺得 那我就帶大家簡報一下說 就是課綱謀從4月成立以後 然後大家其實可以看到今天的資料 第二頁就是我們寫給大家 就是有關於說 那前面我們當然講了一下說 當時課綱的議題的發展 然後大家覺得一下脈絡 那接下來我想討論是大家都覺得 一個是大家覺得好像現在 因為開學了 然後第一策的用書已經選了 然後維條課綱還是沒有策 維條課綱其實叫科學是挺用 所以是不是就是毫無希望呢 但其實我們知道說 就是現在這個學期 剛好也是選第二策的時間 所以10月的選文書時間 剛剛有跟大家講到 那我們希望在座各位所有朋友 就是對教育議題 一定有所有的熱忱 或是某種的想法才來到這邊 那我們希望說 不管你是學生也好 然後你可能是家長也好 你可能是剛從高中畢業的人 你是也好 你可以打電話 你可以看你身邊的同學討論 你可以打電話給你的學校 給你的母校 然後你可以跟你身邊的討論 這些事情 但他們想說 就是不要選用微調課綱的課本 跟他講你的想法 跟他講你在這邊 對教育還有對課綱這些議題的一些 一些在這裡可能有一些思量的激發 或是一些想法 然後就去跟他們講說 就是不要去選用 就是微調課綱的 就是微調課綱的這個版本的教課書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讓微調課綱在每一個校園裡面被退回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行動 好 謝謝 好 那今天也謝謝大家來參與 那我們在十點前必須要完全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接下來還有一點時間 大家私下有問題的可以來問兩位講者 好 那我們今天活動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